凭见女佣爱上了自家少爷 本以为遇到了真爱便把自己交给了少爷 却不曾想转天一大早就被老夫人发现 见卑贱女佣睡了自己高贵的儿子气得老夫人养牙切齿 不仅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女孩下见肮脏 更是恨不得直接把她打死 儿子哀求母亲求她放过阿英错的那个是自己 而为了维护少爷阿英竟主动认错表示千错万错都是她的错 是自己没能拎清身份爱上了不该高攀的少爷 无论夫人怎样处罚都可以但只求夫人不要赶走自己 阿英哭诉着哀求夫人可怜可怜她这个无家可归的人 或许是阿英的真诚感动了夫人 夫人只是怒斥着让她立即消失在自己眼前 事后夫人再三警告阿英别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 就她这低贱身份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少爷的妻子 之所以把她留下完全是出于怜悯仅此恩 但如果每天少爷结婚了你就必须得离开 然而深知自己和阿英没有可能的少爷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阿英房内 并告诉阿英此生自己只爱她一人非她不娶 而单纯的阿英竟信以为真完全把自己交付给了少爷 然而转头少爷就去见了母亲安排的相亲对象 眉目清秀的小芳瞬间打动了少爷的心 而此时的阿英也在庸人口中得知了少爷去相亲的事情 晚上回来的少爷只是向阿英解释之所以去相亲 完全是迎合着母亲被逼无奈 但是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罪 都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一点不假 晚上睡着阿英来天就带着小芳去吃高档西餐打着高尔夫 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准备好了时刻拉的钻戟 然而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阿英还在傻傻地等待着少爷的归来 在阿英看来可能是少爷最近太过繁忙才无暇顾及自此 直到这天早上阿英突然受到一帮女佣的嘲讽 嘲讽她只不过是个被人玩弄过丢弃不要的垃圾儿 气不过的阿英当即和他们扭打了情 就在这时老夫人出现了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老夫人很是淡定地告诉阿英他们骂得没错 你就是个即将被丢弃的垃圾 说着便把阿英叫到了大厅 紧接着就毫不顾忌地质问 这是我所说的吗 只要少爷有了结婚对象你就必须离开 而现在就是你离开的时候了 即使如此阿英也依然不愿相信少爷就此抛弃了自己 气得老夫人直接告诉阿英少爷已经向小方求婚了 很快他们就会结婚 再说了少爷多日来对你的疏远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你还是赶快收拾东西离开吧 而此时的阿英早已心碎不已 但依然对少爷抱有一丝希望 便哭诉着祈求夫人不要赶走自己 即使少爷结婚了自己也可以继续照顾夫人 并发誓绝不会随意出现在少夫人面前 更不会再和少爷有半分瓜葛 见阿英如此信誓旦旦老夫人只好勉强将其留下 终于等到少爷的阿英质问结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谁知少爷却依然欺骗阿英 告诉他这一切都是母亲私自安排的他只能照做 而阿英竟再次信以为真坚信少爷只爱自己 直到少爷和小方结婚后 阿英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自从结婚后少爷就再也没去找过阿英 仅有的一次还是过来警告阿英不要出现在他妻子面前 而少爷越是如此呵护小方阿英就越是憎恨小方 于是便故意出现在小方面前刻意挑衅 而此时的小方早就在有意无意中得知了少爷和阿英的关系 阿英痛斥小方夺走了自己的爱人 就是因为他少爷才抛弃自己的 恨不得活吞了小方 而得知阿英去找了小方的老夫人一刻都容忍不下阿英 直接驱赶着让其离 这次说破天都不可能再让他留下 走投无路的阿英只好找少爷帮忙 没曾想得到的答案竟是让他立即消失 于是阿英便找到了善良的小方请求他让自己留下 只是小方不知道的是这次帮阿英求情留下他 将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 很快少爷和小方就迎来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房内少爷一家相亲相爱的情景 阿英那是恨到了骨子里 拿着少爷曾经送给自己的披肩 回想着少爷发誓此生只爱自己的狗屁誓言 以及夫人无情的羞辱和咒骂 阿英彻底废话 女孩为了报复欺骗背叛自己的男人 竟偷偷地抱走了他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 原来就在昨天当阿英再次看到 少爷一家其乐融融的恩爱场景时 内心的愤恨和不甘顿勇心头 为了报复少爷让其痛失 最爱永远活在痛苦中 阿英决定对小姐下手 于是便趁着少爷他们外出后 假装好意给正在带小姐奶妈 送来了一桶下了要的奶茶 并表示让奶妈回屋休息一下 自己则留下来帮她照顾小姐 没有多想的奶妈便接受了阿英的好意 谁知没走几步药效 就显现了出来随之便昏厥了过去 阿英见状当即抱走了小姐将其放在包中 迅速逃离了豪宅 直到晚上奶妈才苏醒过 呼喊着告诉夫人 小姐被阿英偷走了 丢失女儿的小芳痛心不已 少爷很是清楚阿英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就是为了报复自己 但是就现在行事来看 只要阿英不主动露面 想找到孩子就等于大喊捞针 而此时的阿英早已带着小姐 坐上了远离曼谷的大坝 转眼间18年过去了 当初的小姐早已长大成人 对于舒雅她就是养母阿英 报复亲生父母的工具 从小到大不仅得不到阿英的好脸色 一起长大的姐姐 更是拿她不当人看对她非打即骂 而这边的少爷他们虽然收养了一个义子 但是依旧忘不了 当年被阿英偷偷抱走的女儿 小芳每天都期盼着 能够收到阿英的来信将女儿还给她 殊不知很快她就能见到日思夜想的女儿了 因为从未忘记仇恨的阿英 正在谋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 准备把他们的女儿防回去 紧接着阿英就给少爷他们寄去了一封信 第二天一大早 两姐妹还以为是养母要带他们去见大事面呢 殊不知从此以后 他们的人生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然而刚到曼谷的第一天 一向虚伪狂傲的碧亚为了出名 竟被着阿英偷偷参加了车磨选拔赛 看着台上的姐姐搔手弄姿影的台下 无数男人欢呼 从小深受阿英严格管教的舒亚 深知此行为是极其不当的 于是便偷偷地给养母去了电话 将姐姐参加车磨比赛的事情告诉了阿英 很快阿英就赶了过来 而此时的碧亚正跳的起劲 不得不说碧亚也确实是个美人胚子 沉浸在荒夫声中的碧亚 完全没有注意到此时阿英已经站在了台下 阿英呵斥着命令碧亚下来 见碧亚不愿服从 只好亲自出手狠揪着碧亚的耳朵 将其薅下了舞台 一回到家中阿英就恶狠狠地抽打着碧亚 则骂她不知廉耻 身为女孩竟如此遭见自己不懂自爱 就你这样的低贱行为以后 还有哪个男人会真心你 虽然嘴上骂的是碧亚可阿英知道她说的是那个曾经的自己 当年就是因为不懂得爱惜 就轻易地把自己交给了少爷才落得此番田地 她不想碧亚和自己一样 与此同时碧亚正恶狠狠地抓着妹妹的头发 试问是不是她告的状 紧接着便开始对舒亚一顿毫不留情的疯狂输出 而这一切都被站在门外的阿英看在眼里 只见她露出一脸得意 等待了18年之久的复仇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 她要让碧亚代替舒亚回到那个曾经伤害自己的那家人身边 让他们接受一个早已无法管教喜欢惹是生非的女 而他们的亲生女儿舒亚则继续留在身边照顾伺候自己 转天一大早阿英就故意引起碧亚的注意 将一封写有舒亚绅士的信赛进了信箱 而生性多疑的碧亚觉得养母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如果这个秘密被自己知道了以后或许能用来牵制养母 于是便想拆开信箱拿出信件 这时 阿英出现了 为了让碧亚更加好奇心里的内容 阿英故意告诉她等到时机成熟你自然就会知道 有关舒亚是妇人家女儿绅士的秘密 一听到舒亚是妇人家女儿碧亚当即不淡定 急忙追向前置问养母是不是搞错了 就舒亚那种小别三子会是妇人家孩子 阿英回应当然是真的 而且很快她的父母就会过来把她接回去过有钱人的生活 不甘心的碧亚穷之不舍地追问阿英那我呢我的父母又是谁 阿英便毫不客气地嘲讽到底觉得你父母会是谁 他们连刚出生的你都养不起你觉得会是有钱人吗 不然我又怎会在垃圾旁捡到像垃圾一样脏臭不堪呢 为了验证养母说的是不是真的 碧亚耍心机骗邮差打开了信箱拿出了阿英的那封信 偷看了里面的内容 紧接着便拿着那封信找到阿英 她告诉阿英从信的内容中自己读出了养母 你粉饰痛恨那家人 说着便表示道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让我代替舒亚去那帮你复仇 要知道我一定比舒亚做得好 殊不知这一切都在阿英的计划之中 从小养到大的孩子 碧亚有着怎样的本性自己又怎会不知道 18年前为了报复渣男女人偷走了她的孩子 如今18年后女人终于决定还回孩子 但内心对男人的仇恨却从未消解 因此她要偷粮换住 还给男人一个尖酸刻薄蛇心肠的孩子回去 她要让心机深沉的碧亚代替善良的舒亚去祸害男人一家 势必要把她家搅得天翻地覆 小方终于收到了阿英的来信 得知他们的女儿还活着小方喜极而悲 吴泰当即决定前去找寻女儿 却被老夫人阻止 她觉得救阿英那种人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就把孩子防回来 在她看来这里面一定有着恶毒阿英的什么阴谋 然而对于吴泰夫妇来说 好不容易有了女儿的消息又怎会就此干的 于是便瞒着 老夫人偷偷跑去找寻 谁知就在这时阿英打来了电话 接到电话的老婆吆喝着跑出来告诉少爷是阿英打来了 阿英告诉吴泰明天他就会把女儿送过来 让她耐心等待随之便挂断了电话 而着急想过上层生活的碧亚再次找到阿英表示自己可以帮她复仇 紧接着便警告碧亚在她面前最好安分点 就你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我们不知道 当然我肯定会让你变成富豪之女 但是如果你让我心情不爽 那个代替你的人将是舒雅 说着便命令碧亚以后最好别在她面前自以为是 没能出气的碧亚又开始拿舒雅撒起 只见碧亚拿起工具刀就开始对舒雅 最真爱的娃娃一顿疯狂输出 舒雅惊叫着让碧亚助手 却直接被碧亚威胁是不是活念 吓得舒雅直接贪坐在地 好在同住的大叔及时赶来才得以罢休 大叔质问碧亚要干什么 碧亚却很是淡定地表示他们只是在练习表演而已 而赶来的阿英却也袒护碧亚 说到他们两个经常在家这样打闹不必大惊小怪 说着便呵斥着舒雅一把将其拉了起来 随后阿英叫来舒雅询问她对碧亚即将回到父母身边过上层生活有何感想 说着便许问舒雅想不想过那种生活 舒雅竟当即回应不想 并表示只想好好服侍阿英报答她的恩情 看到舒雅还是一如既往的懂事和贴心 阿英心里五味杂陈 本想轻轻抚摸一下舒雅却又想到 她是仇人的女儿 心里始终放不下对那家人的恨 但舒雅的孝心让阿英很是矛盾 转天一大早阿英就带着碧亚他们出现在了老夫人的豪宅 看到偷走孙女的阿英就在眼前奶奶恨不得佛思了她 却被儿子两人及时拉住 或许是血缘关系吴泰一眼便注意到了阿英身后的舒雅 刚想询问舒雅是不是她的孩子 心机碧亚就冲了过来一头扎进了吴泰怀中呼喊着罢了 见吴泰有些迟疑转身就拉着小芳叫妈妈 苦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来了女儿的一声妈妈 没有多想的小芳紧抱着比亚痛哭流涕舍不得松开 见吴泰询问阿英这个是否真的是她女儿是 比亚当即装晕了起来 这让吴泰他们防不胜防 而一旁的阿英则露出一脸的得意 回到房内老夫人再次对比亚的身份发生了质疑 质问阿英是不是随便从哪弄来的女孩来糊弄她们 听到此话的比亚便开始再次施展起了自己的演技 再加上阿英在一旁的助国 让小芳他们彻底相信眼前的比亚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紧接着阿英便要离开表示就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 这时吴泰叫住了她询问她身边的这个女孩是谁 阿英则不作镇定地表示这个是自己的侄女名叫舒雅 见大家的视线都被知书达理的舒雅所吸引 碧亚又开始坐起了腰 豪门千金被女佣偷走整整十八年 当财罚父母找到女儿舒雅时 女佣却让自己的外甥女顶替了女孩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打击报复财罚一家 星际碧亚终于如愿搬进了属于舒雅的千万豪宅 当当相认碧亚就暴露了自己贪慕虚荣的本性 看到父母给自己准备的房间没有想象中的富丽堂皇 便要求父母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装修 更是毫不顾忌地表示自己知道父母都是有名的财法 现如今自己也算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名远了 李索英当住的好穿的好这样父母脸上也有光 一番话下来当即让一向低调的无态很是无语 总觉得眼前的女儿有些不对劲 性格脾性完全不像家里 任何一个成员 而碧亚似乎也察觉到了父亲的遗魄 便急忙抱着小芳又开始诉说起了这些年所受的吻屈 而小芳自始至终都对碧亚是自己孩子的身份坚信不移 这反倒让碧亚更容易拿捏 为了讨好父亲更是假惺惺地主动投向吴泰的怀抱 但一想到吴泰对自己的质疑 内副可恶不满的丑陋嘴脸展现得淋淋尽致 于是便在用餐时故意告诉小芳自己 博了这么大不胃吃过如此丰盛的晚餐 就算是偶尔吃一条普通的鱼 她得到的也只是一个没人吃的鱼头 听到这里的小芳心痛得不得了 完全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亲生女儿 舒雅从小到大所受的悲惨遭遇 一旁父亲也当即表示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再让碧亚离开他们 转天一大早 碧亚就迫不及待带着舒雅的家人 在高级奢侈品店疯狂买买买 恨不得将所有的大牌都搬回家中 看到碧亚这疯狂的行为 奶奶露出了一脸的无奈 与此同时舒雅竟开始想念起了整日欺负自己的碧亦 她告诉阿英本来三个人一起生活得好好的 现在突然少了一个人心里空落落的 然而阿英却为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沾沾自喜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一回到家中奶奶就叫来儿子表示 这个孙女真让人头疼 完全没有任何教养真是被阿英给教坏了 吴太告诉母亲起初自己也这样任务 但是一想到那日见到阿英外甥 如果是阿英教得不好 为什么那个女孩舒雅却是那么礼貌端庄呢 听闻此话的奶奶也感慨到确实如此 或许是血缘关系的牵连吴太告诉母亲 自从见到舒雅 我就有种想带她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冲动 紧接着吴太就告诉碧亚 她准备将舒雅接来和他们一起生活 担心舒雅的出现会抢走自己刚刚得到的一切 碧亚便开始说起了舒雅的坏话 告诉父亲自己已经受够了被舒雅欺凌的生活 言外之意无不再告诉父亲她不愿意 然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父亲早已下定决心 势必要接来舒雅一起生活 并表示如果以后舒雅再欺负你的话 我就亲自修理她 此话一出让碧亚直接无言以对 紧接着第二天 吴太他们就带着碧亚过来找寻阿英 告诉她碧亚很是想念陪她一起长大的妹妹舒雅 所以想接走舒雅陪伴碧亚一起生活 此话一出彻底惹笑了阿英 因为她太了解碧亚的本性 一个心机深沉完全没有感情的人 又怎会牵挂一个被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妹妹 阿英莫名其妙地笑声整得吴太一脸猛逼 但是还是询问舒雅愿不愿意过去 然而舒雅却拉住阿英表示 母亲在哪里她就在哪里 心机姐姐伙同养母顶替了本事财罚千金的妹妹 而姐姐不仅对妹妹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害怕舒雅的出现 会让自己费尽心机得到的一切化为泡影 原来就在昨天吴太为了能够顺利接走舒雅 直接邀请阿英也跟他们一起回豪宅生活 对吴太一直怀恨在心的阿英也想亲眼看看 他们一家会被心机碧亚妇害成啥样便答应了下 于是便让舒雅去收拾东西 然而对于碧亚来说 根本就不想阿英和舒雅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恨不得她们立即消失 碧亚恶狠狠地咒骂着舒雅 质问她为什么要答应下来 舒雅则回应道不是自己答应的事 养母阿英允许的 见碧亚如此厌恶不想她们一同前往 舒雅便想着去告诉阿英说明实情 却被碧亚强行拉回 之所以不想舒雅过去还不是怕身份暴露 为了阻止此事竟直接以死相逼 而这一切都被阿英听到 就碧亚这点小把戏还敢在她面前耍大刀 一脸淡定的叫舒雅赶紧拿块抹布塞嘴里 不然真的要咬舌自尽 很快吴泰他们也冲了进 毕亚本想让吴泰他们认为是舒雅 欺负自己从而放弃接舒雅回豪宅的想法 谁知阿英静告诉吴泰 毕亚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太过伤心 因为她刚刚告诉她不想跟你们回豪宅生活 要我带她回老家 当我命令她必须跟你们回去时 伤心万分的毕亚就犯起了癫痫病 说着便让吴泰还是暂时将毕亚送 回来跟他们回老家生活 眼看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自己预想的妹妹 毕亚只好改口表示自己确实是离不开养母和妹妹 只要能时刻跟他们在一起就满足了 于是时隔18年阿英再次回到了这个 曾经让自己千穿百孔的豪宅 然而刚一进门就被当年的女佣一顿嘲讽 阿英也毫不示弱地回怼了回去 气得女佣咬牙切齿直跺脚 回到曾经的房间阿英心里五味杂陈 孝顺的舒雅当即给阿英端来一杯凉水 并表示要帮养母按按摩这样就不会忘记以前不开心的事情 舒雅的言行反而让阿英内心更加愧疚 毕竟舒雅才是豪宅真正的主人 然而一到晚上毕亚就来势汹汹地找到这里 警告 舒雅她才是这里的主人以后只能叫她毕亚小姐 而你只是一个下人必须要清楚自己的卑贱身份 简直嚣张的不能再嚣张了 让毕亚没有想到的是养母阿英压根就不把她放在眼里 态度强烈地赶走了不知好歹的毕业 这天吴泰告诉毕亚他们准备给她举办一个欢迎宴会 询问毕亚有什么响子 谁知毕亚却回应她要请威哥推哥和贝拉来撑场面 至于她必须得是那碗最亮的子 没想到话刚说完 吴泰就表示他们只想邀请亲朋好友过来参加 毕亚一听当即不乐意了没有巨星的参加能叫宴会吗 母亲则表示既然是专门为你举办的宴会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的女儿一定是当晚最要饮 的那个 一想到无论怎么自己都是主角毕亚就兴奋不已 吴泰说最好把小帅也叫魂 毕亚询问小帅是谁 小芳告诉她她是你的哥哥我领养的孩子 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名义上的亲哥哥毕亚快起疯了 本以为自己霸占了妹妹的身份就能独享这万一家产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和自己争家产的 气得毕亚直接威胁母亲 如果她回来我就跟阿英回去生佛 你们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好了 无奈小芳只好顺从了毕亚的意思 置办场地时舒雅赶过来 寻思着为姐姐的宴会出一份力 谁知心机毕亚竟怒斥着让舒雅离开 就她低贱的下人身份是不配来参加自己的高档宴会 说着便挥手驱赶 舒雅离开 就在这时吴泰夫妇走了过来 毕亚当即换了一副嘴脸 告诉父母自己很想邀请妹妹过来参加宴会的 无奈妹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只好做吧 吴泰则表示现在让阿英带她去买时间完全来得及 毕亚当即回应到阿英和妹妹俩人买衣服像乌龟一样慢 这时阿英出现了嘲讽到毕亚可真会打笔语 真不知道是真的有鬼还是某人心里有鬼 小方邀请阿英晚上一定要带着舒雅过来参加宴会 阿英不仅答应了下来还表示会让舒雅准备一个节目祝贺自己 毕亚追着赶来质问阿英为什么要来破坏自己的宴会 阿英则回应如果 你乖乖听话我本不打算让舒雅去的 谁知你竟敢蹬鼻子上脸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脑子里装的全是自己的富贵生活 我不给你点教训你岂不是要上天 然而女人不仅没有还手反而尽开心的大笑钱 紧接着便嘲讽老太婆此刻的她完全就是一条发了疯的疯狂 气得老太婆又是一顿疯狂失误 而老夫人之所以如此气愤还要从昨晚的宴会说起 原来就在昨天一心想成为整晚焦点的毕亚 确实终不满自己的造型 眼见宾客们都如愈而至就等着她这个死绝现身的奶奶开始着急上 无态只好和小方商量先让书亚上场表演 这样不仅能给毕亚不够的时间来穿一打扮 丁克那也不会得到无聊 没想到书亚舞蹈竟赢得众人的赞讯 楼上的毕亚看到这一幕气的差点咬碎了后草芽 发疯了事得一顿乱赞 紧接着毕亚就穿着一身白色睡衣腰伏着狂奔的出来 一个剑步直接跳进了影尺 直接她像调美一样方快地游向众 上来后更是毫不忌讳地向众人展示自己傲人的身体 吓得众人欢呼声不断 吓得奶奶急忙叫儿子过去包情 这下好了这张老脸是真的丢了个甘甘净净 而一旁的阿英则露出了一脸的得意 事后吴泰质问毕亚为什么会做出这般流粉名誉的事情 毕亚哭诉着说昨晚自己差点被坏人杀了 所以才拼命跑出来不小心才掉进了影尺 奶奶则表示家里的监控没有查到什么可疑的人 警察来了也没发现什么 你告诉我你差点被人杀了谁心 毕亚竟当即表示难道是鬼不成 奶奶则表示有没有不知道 我知道 我只知道某些人心里有鬼 于是吴泰便询问文青说的是谁 老夫人则毅然决然地告诉吴泰这一切一定是阿英所为 一定是她想着利用毕亚来报复我们的 紧接着老夫人就找到阿英质问再次回到这里到底有什么 她的孙女毕亚是不是就是她故意教坏来报复他们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 而看到老夫人快被气爆了阿英别提了多高兴 眼看两人战斗越来越激烈 只好强行拉走了老夫人 晚上用餐时吴泰无意中提起昨晚宴会舒亚不倒 出色 毕亚当即甩脸摔筷子走 小芳急忙跑来询问毕亚走 毕亚便开始向小芳抱怨在父亲眼里就只有舒亚 完全不满她这个亲生女儿放在眼里 小芳当即表示自己最爱她 还说只要能让我的女儿毕亚开心快乐 我愿意倾其所有 这才使得毕亚放心下来 然而当毕亚看到小芳脖子上的项链时 又开始打起了歪肿 表示这个项链真是太漂亮了自己好想 好想拥有一条 小芳当即表示如果你喜欢就给你说着便要拿下来 随后更是将自己所有的灵牌包包以及首饰全都给毕亚死 这种富足的生活让毕亚发誓一定要在这个家呆到死 然而当毕亚看到母亲要送给舒云 项链时瞬间不乐意了当即阻止 一旁的父亲直接质问毕亚我们很喜欢乖巧的舒亚送她一个礼物 有什么不服 毕亚只好转移话题 唯一自己只是过来询问母亲她的新衣服是否漂亮 说着便坐到了舒亚身边感叹到你的项链真好看比我的还漂亮 舒亚当即表示要是你喜欢的话你拿去就好 却被吴泰当即制止表示这条是送给你的她只属于你 舒亚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收下了她 然而毕亚又怎会大羞被这吴泰直接追了缝 命令舒亚把项链取下来还给 舒亚表示阿姨已经送给我了并没有要拿下来的意思 谁知毕亚竟直接动起了手想要强行扯掉项链 出于本能保护舒亚这次 选择了反抗 附黑毕亚见来硬的步行便开始耍起了心机故意放舒亚离开 谁知下一秒 不知自己是豪门千金的女孩却在亲生父母家当起了庸园 而冒称她身份的心机姐姐则成功在女孩家当起了豪门名媛 价值几千万的珠宝首饰说满就满 名牌包包更是数不胜数 可即使如此毕亚也依然不知满足 她要霸占属于妹妹的一切直到成为这里的主 为了把妹妹舒亚驱赶出豪宅毕亚对齐飞打击骂完全拿她不当人待 然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欺凌舒亚的恶毒行为竟被富豪父亲发现 父亲怒斥毕亚为什么要欺负舒亚 然而毕亚却直接试口否认 即使证据确凿毕亚也依然狡辩不是她做的 还责怪父亲冤枉她们 说着便装出一副很是委屈的样子跑开了 小芳想跟 过去却被无态制止 随后小芳让佣人帮舒亚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而此时的毕亚正在河边撒起 她气愤地将鞋子扔进河中发誓绝不会放过舒亚 然而就在她转身跑开的那一刻竟直接和一个男孩撞得满白 看到如此帅气的男孩毕亚当即来的兴趣 于是便故意假装受伤说自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 男孩只好把毕亚扶到凉亭稍作休息 为了留住男孩毕亚恳求她帮帮自己 帮她按摩一下受伤的脚踝 而单纯的男孩就这样上了毕亚的当 耐心地帮毕亚按摩着受伤的脚 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毕亚轻浮地举动直接吓坏了她 这带男孩不知所措是吴泰找不过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竟如此不知检点 本想好好给点颜色教训一下 却直接被毕亚的几句冤枉 母亲就扑住了她表示孩子还小别吓到她 吴泰只能气愤地选择离开 只是毕亚还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吴泰已经开始对她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晚上吴泰告诉妻子 她想带毕亚去做丁力鉴定 她觉得毕亚没有哪一点像她的孩子 她来到这个家时说自己过得很苦处处说妹妹欺凌 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而且她的言行举止让我真的难以接受 谁知妻子小方竟强烈反对 她觉得这种行为是在伤害孩子的感情 耐不住妻子的苦苦哀求 吴泰只好默许了下来不再提做丁力的事情 转天奶奶无意 坚从幽人那听到了昨天毕亚对家中男佣不检点的行为 便质论吴泰夫妇是否真有此事 吴泰对此很是抱歉 奶奶表示自己很难接受毕亚这个孙女 特别是她的轻途不检点像极了阿英 她觉得日后毕亚一定会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来 然而他们之间的对话全被毕亚听到 见奶奶如此嫌弃自己毕亚又开始委屈了钱 吴泰到从小被阿英带走过苦日子 性格向阿英是她的错吗 说着又开始一哭二闹三上掉了嘴 把母亲小方心疼得不得了 最终奶奶也只好表示以后不会再提此事无奈离开 紧接着毕亚就来到了后厨 毫不客气地对那帮说自己坏话的庸人们一同收拾 午饭时毕亚 又故意表现出一副吃不下的样子 伤心地说到自从听到奶奶那样说自己心里就很吃伤心 说着便起身离开表示自己不想在这生活了 现在大宅里的庸人们都在背后对自己指着点点 如果可以暂时离开这里出去放松一下心情就好了 听到此话的小方当即表示要带毕亚出国散散心询问吴泰觉得怎么了 吴泰表示你们去就好我有工作走不开 谁知毕亚竟直接质问吴泰是工作走不开还是因为舒雅在这里 听到此话的吴泰粉是震惊斥责她为什么要这样说 毕亚则直言不讳地回应到自己很清楚父亲你一直以来都想舒雅是你的女儿 对她很是偏爱 完全不把我这个亲生女儿放言 说着又哭诉了起来 小方见状便恳求吴泰一同前去 吴泰只好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上楼收拾时毕亚竟报复起了这个不愿顺从自己的父亲 不知自己是财罚千金的女孩却在亲生父母家中做起了庸人 而冒称她身份的新金女不仅享受着女孩本该拥有的生活 还处处刁难欺负她 原来就在刚刚财罚夫妇准备带这个假女儿出国度假 就在毕亚收拾衣物时 静再次看到了昨天偶遇的小帅哥阿胖 那颗激动的心瞬间就绷不住 于是便急忙直走吴泰夫妇想着找阿胖寻乐趣 谁知刚出来就看到了被她顶替的舒雅 紧接着便没好气地嘲讽舒雅身份低贱没资格来主组房间 扭伤脚的舒雅只好离开 没曾想一个不小心镜再次摔倒在地 而此时被抬罚收养的大儿子小帅正好赶了回来 一眼便认出了眼前的舒雅 原来舒雅他们 再来曼谷的第一天就曾和当时正在一眼的小帅有过过几人 而生性善良的舒雅当时给小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紧接着小帅便在舒雅口中得知了碧亚就是养父母丢了18年的女 而对于碧亚小帅更是印象深刻 而此时的碧亚正在阿胖面前搔手梦子 想尽办法势必要博取阿胖的欢心 而碧亚不自重的行为正好被奶奶的庸人看到 于是便冲到老夫人那里 将他们所见的一切都告诉了老夫人 担心孙女做出出格之事的奶奶当即找不过 谁知下一秒意外就出现了 然而差点暴露本性的碧亚不仅对奶奶的伤势不闻不问反而倒打一耙 故意假装很是委屈的样子 哭着跑回房间 奶奶便以为是自己误会了孙女级的直骂庸人 担心孙女出事的老夫人忍着剧痛站在门外 给这个充满心机的假孙女道歉 碧亚压根就不给予理会看到奶奶着急的样反而得意了起 小帅见状便尝试着和碧亚沟通 谁知碧亚竟直接骂小帅哪里来的阿猫阿狗从哪来滚哪去 别在这下逼逼 现碧亚如此不尽人情小帅也只好离开 实在没有办法的奶奶只好听从了庸人的建议让阿英过来劝解 而阿英只是轻敲了一下房门屋内的碧亚就吓了个半死 阿英质问碧亚是不是不想过好日子 而碧亚则不以为然地表示我这样做还不是在为你报仇 没曾想阿英尽一把薅住碧亚的头发 警告她作为女孩最好懂得如何自尊自爱 听到此话的碧亚当即依偎在阿英怀中表示自己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 为了安慰碧亚转天吴泰夫妇就决定带碧亚出国散心 临走前吴泰希望碧亚可以见一下刚回来的哥哥小帅去被碧亚拒绝 吓一了碧亚就看到了阿胖的身影 便谎称自己忘了东西让父母等她一下 谁知当碧亚找来时尽看到阿胖和妹妹舒雅在一起 恨得她想当场撕碎舒雅 但又想到自己需要在阿胖面前维持好形象 只好告诉舒雅阿英在找她 然而舒雅刚离开碧亚就开始不安分了情 对阿胖那是左贴右抱的丝毫不顾及自己大小姐的身份 羞人庸人的阿胖虽不敢反抗 但也担心会被别人发现心里满是不安和紧张 便劝碧亚赶快回去被人看到就不好 而这一切都被舒雅看在眼里 这是小帅前来找寻碧亚想着送她去机场 恰好遇到了舒雅 担心碧亚的事情被小帅发现 舒雅只好慌张表示自己还有事情便匆忙离开 转天一大早小帅就早早地堵在了舒雅住所前拦住了她 询问舒雅大麻去舒雅回应自己要去寺庙为养母祈福 小帅便要求带舒雅前去还命令舒雅叫自己哥哥 谁知两人的对话竟被八卦女佣听到 于是便开始在厨房肆意贬低舒雅 说舒雅真是得到了阿英的真传 短短一天时间就把少爷迷的神魂颠倒 而这一切又被阿英前来找寻舒雅的阿英听到 谁知女佣们不仅没有住嘴反而更加没完没了 这让本就在男人身上吃了亏的阿英更加痛恨了前 而此时的舒雅正和小帅在寺庙祈福 两人之间微妙的情胆也在这短短的一天中急速升温 然而让舒雅没想到的是一回到家中养母阿英就冲了过来 女佣抓着财阀的女儿随意打骂 而作为亲生父母的财阀夫妇 却只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女孩备受责罚 因为此刻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女孩才是自己的亲生女 就在昨天舒雅因为搭乘了主人小帅的车 导致养母阿英对佣人们一同嘲讽诋毁很是气负 见舒雅果然如佣人所说的那样 和少爷小帅在一起当即怒火中烧 阿英一把号过舒雅毫不留情地痛打了起来斥责她不知自爱 姑男寡女的干嘛去了半夜才回来 小帅解释他们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然而正在气头上的阿英根本就不愿听小帅解释 直接抢拉着拖走了舒雅 老佣人见状急忙跑来将阿英因为少爷小帅正痛打舒雅的事情 告诉了老夫人 阿英斥责舒雅不该和男人随便出行特别是有钱的男人 说着又开始痛打了起来 这时老夫人出现了呵斥着命令阿英住手 阿英则毫不客气地告诉老夫人 她只是在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被坏人骗了 老夫人回应她的孙子才不是什么坏人 更不是什么魂帝 此话一出彻底激怒了阿英 当初你也说你的儿子不是坏人 最终不还是欺骗了我辜负了我 现在我必须要教育好舒雅 让她知道不能相信男人的鬼话 越说越气的阿英就是要当着老夫人的面孔把舒雅 她就是想看到一直高高在上的老夫人 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样 实在看不下去的小帅为了保护舒雅 只好向前恳求阿英 放过舒雅要打就打 她是她邀请舒雅一起去的 小帅他们越是袒护舒雅 越是和自己做对阿英就越是气愤 她直接将舒雅拉回了房内 而老夫人也只能气得干跺脚 毕竟舒雅是阿英的养女 自己一个外人也干涉不了什么 只好不甘离开 事后阿英很是后悔自己的行为 特别是在得知舒雅之所以回来很晚 是因为她去了九个寺庙给自己欺负时 更加心疼不已 其实阿英更多担心的还是怕善良的舒雅 会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被欺骗被背的 虽然舒雅是仇人的女儿 但是舒雅善良的本性 早就在无形中感化了阿英 让阿英又恨又爱 这天舒雅跟着阿英来到商场 突然发现一家美术馆正在招聘模特 舒雅便想着前去应聘 挣点钱补贴家用 谁知刚进去应聘 就碰见了同在美术馆进修的小帅 得知舒雅是来应聘模特的小帅 当即拉走了舒雅 他把舒雅带到了隔壁的咖啡馆 紧接着便告诉舒雅 当美术馆的模特是不能穿衣服的 这时舒雅才意识到 这份工作自己肯定做不了 小帅更是直接表示 就算你想做我也不会同意的 话说这是在向舒雅表白吗 与此同时毕雅也旅游回来了 回来的第一时间 就跑来找寻小哥阿胖 突然听到浴室传来的水流声 毕雅当即意识到阿胖在洗澡内心暗喜不已 紧接着便在浴室外调戏起了阿胖 让他赶快出来 再不出来的话他可要进去了 吓得阿胖衣服 都没来得及穿裹着浴巾就冲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老佣人 当即跑来找寻老夫人 见少爷他们都在便没有直说 只是告诉老夫人外面的香蕉树开花了 让老夫人出去看看 一旁的庸人兰姐 当即意识到了老佣人的意思 便表示自己也出去看看 很快兰姐便来到了阿胖的住所 果然看到了毕雅 只好呼喊着询问阿胖在家嘛 有事找他 吓得阿胖当即慌张了起来 担心被发现的毕雅只好从浴室窗户翻走 没能顺利抓到把柄的奶奶 便安排老佣人时刻盯着毕雅 果然一到晚上毕雅就安耐不住 偷偷地跑去找寻阿胖 老佣人赶紧追着跑了出去 却不曾想尽直接被毕雅发现 毕雅从背后恶狠狠地抱住 老佣人 是论他干嘛要跟踪自己 说着又一把将棋推到在地 吓得老佣人慌忙回应自己错了 然而毕雅却并不打算就此放了 只见他拿出一枚硬币 想要掰光老佣人的牙齿 解决了老佣人转身 毕雅就找到了阿胖 迫不及待地把阿胖往屋里拉 便希望能从阿胖这里得到答案 谁知阿胖却很是坚定地告诉 乌胎毕雅就是她的孩子 如果不相信可以直接将毕雅赶出家门 当然我也可以把她再次带走 最终两人不慌而散谈话就此结束 谁知转头过来接舒雅 但阿胖竟发现舒雅和小帅在一起 心中的怒火当即燃烧了前来 担心舒雅会像上次那样被阿胖无情驱打 顾不了那么多的小帅当即带走的舒雅 不管阿胖如何呼喊 一回到家中便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不知自己是财阀之女的灰姑娘 竟被女佣当成暴富渣男的复仇工具 就在刚刚阿胖因为舒雅 背着自己和小帅约会的事情大发雷霆 当着财阀夫妇的面毫不手软地教训 前他们的亲生女 而他们却站在一旁 眼睁睁地看着女孩备受责罚 然而当听到动静声的假千金碧眼出现时 阿胖则毫不不忌地说出了 吴泰在怀疑她不是自己亲生女儿的事情 说着还不宜要带走碧雅 而心机碧雅也当即看出了 阿胖这是在帮自己 于是便跟着言起了 气说要跟阿胖无分屈 这下可把一旁的吴泰夫妇吓坏 紧忙拉着碧雅不让走心夫找18年的女 怎么可能让她再次 吴泰只好妥协 表示只要阿胖不带走她的女儿说手 她都答应 更是不停地向碧雅道歉发誓以后 绝不会再对她的身份有所吻 碧雅便假装很是伤心的样子 看到曾经伤害自己的 吴泰被弄得焦头烂阿胖的目的 算是达到 转身便开始再次收拾前驶 回到家中的阿胖越想越起 更是直接把舒雅做看成了她的父母 就这样舒雅成了父母的替代工具 被阿胖无情地驱打着 阿胖更是恶狠狠地抓着舒雅的脖子 恨不得直接将她的脖子掐死 直到舒雅的发不息不停哀求 阿胖才清醒过来松开了手 但是内心的恨意却依然未曾消退 于是便将舒雅关在了房间 都说老天专气 还真是如此 不仅不后道地吓起了暴力 还不停地垫上了 而苦命的舒雅 只能独自一人默默地 警示着受伤的心灵 殊不知此事屋内的阿胖为谁 当初被无情伤害 伤口就足够遇了我 经过一夜风吹雨打 推财舒雅终究是倒下 好在一直放心不下的小帅 大早就等会 见舒雅高烧不止便要带她去医院 却被及时感染的拥有情 她知道阿胖对小帅一家有剥分 于是便让小帅先离开舒雅 交给她来照顾就好 拦紧见证只好跑来掌声阿胖 其实表面上看去比较恶毒的阿胖 与是陷入了悲伤的回忆整整的怀疑 得知舒雅生病当今慌张了起 铺忙扶舒雅对方休息 随后让舒雅 先休息一下自己 则去厨房弄些粥来 谁知刚到厨房 就听到一帮长舌妇在抵负自己 本就暴脾气的阿胖 干脆懒得针便直接上手收拾了起 把长舌妇收拾得服服帖帖 然而转身出来的阿胖 其实内心是承受不住 这些冷嘲热讽的只能硬堂 这也让她更加愤 与此同时 吴泰一家还在担心比较 非因为父亲吴泰 怀疑自己的事情不知所措 担心比较会想不开做什么事 殊不知此时的比较正开心地玩着自拍 接下来更是像没事人一样 把服晚的事情忘为一干二净 挨个地把家人都亲了一遍到早安 这么一操作直接把家人搞扮 是美丽 兴奋不已的比较正准备去找小哥阿胖 神热不曾行 路过舒雅的住所时 竟发现了阿胖的心 气得碧亚直骂 紧接着便杀到楼上准备看了究竟 为了够好地收拾舒雅 碧亚无意知走阿胖 见阿胖离开碧眼 就开始动起了事 好在阿英及时出现 见碧亚又开始欺负妹妹 便毫不客气地一通收拾 警告碧亚最好去乖乖地 做她的大小姐 别来打扰她们的生活 否则将打断她的手脚 撕烂她的嘴 让她有负难想 转身碧亚就找到了阿胖这里 质问她为什么去睡 阿胖回应舒雅 定了指使送药去儿 碧亚便询问阿胖 如果我现在不舒服 你会怎样服输我 说着便一把将阿胖推倒在床 紧接着所发生的 就是你们所想的那一 这天阿英无意见 突然听到碧亚 在母亲小芳面前 说自己坏话 话里发外 我们不再告诉小芳 她想赶走阿英 还告诉母亲这个家 只要有阿英在 她就不会过得出息 却不曾想小芳 竟劝解碧亚要等的 毕竟是阿英将你抚养宅大 没能得逞的碧亚 正在生死 没处发泄的碧亚 竟直接拿母亲 最爱的小猫当出气 谁知她这一恶行 竟被老佣人看到 而碧亚也发现了吗 于是便当即追去 恶嫂子的质问 阿婆是不是也想 和小猫有什么样的下场 吓得老佣人直逗 碧亚则警告阿婆 最好管住自己的 心惊女一巴掌 扇在母亲最爱的猫脸上 却正好被身后的佣人看到 她上来就紧紧地 抓着庸人的脖子威胁 她是不是国逆了 居然敢监视偷看自己 可就在这时 母亲却突然出现 碧亚立即半覆面 笑着告诉母亲 阿婆的小脸可真是柔软 让人禁不住想眯着玩 而善良的母亲 却始终没有看出 这是碧亚在欺负 知道她不少秘密的老 被吓坏的阿婆 并不敢出声说出真情 晚上不安分的碧亚 又开始不消失 趁着没人注意 偷偷地溜了出去 谁知前脚刚走 后小母亲就带着点心走过来 敲了好久房门 也不见碧亚回应 只好私自打开房门 发现碧亚消失不见了 当即慌张了起来 以为是啊 因带走了碧亚 便第一时间找到阿英这里 却被阿英毫不客气地 羞辱了一顿 老师就那种没教养的孩子 既然还给你了 我又怎会再要 就像你身后的男人一样 给了你就没打算再要 见阿英如此不可理于 无态只好拉走妻子 得知妹妹消失的小蒜 也是在第一时间回到家中 想到碧亚喜欢发抖 于是便拿出手机缠 而此时的碧亚 正带着阿胖在酒发乐 很显然阿胖很是害怕 出事便再三劝解碧亚回家 谁知就在这时 阿胖竟发现了 长来的小帅哨子 于是便告诉碧亚小帅上脸 然而由于酒吧声音 太过嘈杂碧亚压根 就听不清阿胖在说啥 再说自从碧亚来到财阀家 始终就没见过 小帅 无奈害怕小帅的阿胖 只好离开 见碧亚如此放纵 不知自爱小帅 粉饰费姐 只能无奈走向前去 碧亚看着眼前 英俊的小帅内心 瞬间汹涌澎湃 更是直接跳上舞台 给哥哥小帅唱起了情歌 看到碧亚 如此不堪气的小帅 直接转身走出来 碧亚本想向前追去 却被阿胖拉着 他告诉碧亚 现在必须要回家 因为小帅少爷正找女 得知父亲已经知道 他在酒发 担心出事的碧亚 只好不关理 可以回到家碧亚就害怕 他不知道接下来 该怎样跟父亲 解释去酒发的事情 更是害怕会暴露身份 于是便跑来找阿英帮忙 阿英没好气地询问 碧亚过来干嘛 又干了什么坏事 碧亚则态度强硬 得质问阿英到底帮不帮 气得阿英一把捏住碧亚 警告他最好在他面前客气 碧亚这才不甘地委屈恳求人 但一听到阿英说到 他连街上的风走 都会帮更何况 还是自己的侦女 谁知接下来碧亚 纵是故意激怒阿英 导致自己被打的鼻青脸肿 而碧亚之所以让阿英怒打自己 是想能见双雕 他要告诉乌太夫妇 自己压根就没有去酒吧 而是被阿英关起来 并且还被阿英恶狠狠地报复了一个 这样一来不仅撇清了 去酒吧的事实 还能成功赶走阿英 然而将还是老的那 让碧亚没有想到的 使阿英则更有手 既然你想以自己的惨状 来夺取父母的同情 那我就满足你 直接一脚将碧亚踢下楼梯 很快舒雅就按照阿英府 说叫来了乌太夫妇 这时阿英变开始严谐起 他怒斥吴太夫负责任 自己既然把你还给他了 就应该好好保 总会让碧亚大败 一人回家都差点被恶人半露劫 幸好碧亚还有点功底 不然清白早就没 紧接着便质问 吴太到底能不能照顾好碧亚 不行的话这还叫坦 说着便让吴太给碧亚买一辆豪车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发生类似悲剧 内心愧疚的吴太夫妇 当即应许了下来 明天就去买豪车 如此一来去酒吧的事业部追究了 还得到了一辆豪车碧亚内心安息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转天一大半 小帅就找到阿胖询问 昨晚碧亚乘坐出租的事情 谁知阿胖竟很是肯定地告诉小帅 昨晚在出租车上并未发生此事 因为一路上自己都在 而且是安全把小姐送到楼下自己才离开 而此时的碧亚正对自己 即将拥有一辆新车而兴奋不如 还表示一提到车就带阿英出去兜风 阿英则没好气地劝戒碧亚 还是怪一点比较好 不要整天出去勾三搭四 否则暴露了自己最后连提都得不到 午饭时小芳问及博婉的事情 却让顿事火花三丈 毫不留情的怒齿云青是在接自己伤疤 被恶人欺凌已经够惨了 现在还要拿出来说 这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这是想让我没脸待在这岗我走是吗 下来小芳当即道歉 却被碧亚一把揹开 小芳只好追出来道歉 恳求碧亚不要走 谁知碧亚竟怒齿云青让她不要烦自己 更是直接表示 如果想让自己陪在她身边 就把家中所有不相干的人全都清走 这其中就包括阿英姆 以及那个从未谋面的赖替鬼客 心惊女为了顶替妹妹霸占亿万家产 竟无情地将妹妹推下十米高楼 看着妹妹惨叫声不断 她竟痛快到狂笑不止 却不知杨姆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 直接将惨红绳套在了她的脖子上 质问她是不是丧心病狂 怎么可以这么快 说着便毫不客气地也将毕亚推下了 而毕亚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赶走初影 完全是因为自己看上了财阀家收养哥哥 原来就在刚刚毕亚威胁财阀夫妇 只能有她一个孩子 所有财产也只能留给自己 至于那个领养的阿猫阿狗立即清除出去 就在财阀夫妇不知如何是好时杨姆小帅出现 只一眼毕亚就当即认出了眼前的帅哥 就是昨晚酒吧见的 内心开始汹涌澎湃 紧接着便在父母那里得知眼前的帅哥 就是家中的杨姆他的哥 刚刚还要赶走小帅的毕亚 当即死拉着小帅不停地喊 哥哥还要求哥哥一定要住在自己合并 一旁的财阀夫妇见到女儿突然想通了恨事不及 毕亚则回应只要是能让爸妈高兴的是自己都会尽力去做 谁知父亲吴泰靖直言不贵地告诉毕亚 如果容易收养舒雅他们会更开心 听到此话的毕亚当即和 于是便杀到舒雅祝福命令他马上收拾东西立即 紧接着便发生了抬头 阿英告诉毕亚就他这种固执感 连狗都不如的东西就不应该让你有好日子 本来自己已经打算要带着舒雅 离开这里让你安心不好日子 既然你如此不仁那就别怪我们的夜 我决定和舒雅会一直住在这里 天天在你眼前晃悠让你不责安生 说着便命令毕亚立刻哭 谁知毕亚前脚刚走后脚阿英 就毫不客气地给了舒雅一记耳光 效益他下次毕亚再这样欺负命令 应该本格反抗 而不是一味地忍让任人骑在头上拉屎尿命 而刚被阿英教训的毕亚则不甘心地直骂娘 就在这时恰好遇到了前来找寻她的阿胖 阿胖很是担心毕亚会因为 昨晚去酒吧的事情被父亲责防 却不知此时的毕亚早已对她 没了兴趣不耐烦地让她走 然而当毕亚听到阿胖询问 昨晚他被出租车司机截胡的事情 当是怎么回事 担心计谋暴露的毕亚只好将阿胖带到一处没人地 随之便引起了苦情气哭诉着 告诉阿胖自己不想再提此事 一想起来内心就后发不能 于是便撒谎告诉阿胖 昨晚和她一起回来 后自己又出去给阿英买东西 才导致差点被司机欺凌 听到此话的阿胖心痛不易 开始对毕亚一通爱的告白 殊不知此时的毕亚早已把她遗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在毕亚心里 就只有她那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哥 于是便无情地告诉阿胖 他们之间是没有可能的自己 还没准备好说完便转身离开 阿胖不解地拉住毕亚询问她什么意思 毕亚竟拿父母说是说起了身份地位的差距 让阿胖不要妄想高攀 不得不说毕亚这个女人真不是人 为了讨好小帅 毕亚找到父亲要求她给哥哥小帅 半个欢迎会自己有个特别的表演要送给她 谁知吴泰靖直接嘲讽到 不会是穿着睡衣表演员 毕亚当即不高兴而摔门而出 溺爱她的母亲当即追了出来 表示无论她的女儿表演什么自己都支持她 转天欢迎一世就操办了钱 毕亚所说的特别的节语 便是唱首情歌送给哥哥小帅 听到如此露骨的歌词 奶奶不禁嫌弃了此 面对这个帅气的哥哥毕亚 那是使劲浑身谢术可敬地往哥哥身上贴 弄得小帅那是浑身不是想逃又逃不掉 真是无奈 而早已爱上她的阿胖 只能躲在一堂案子上 给哥哥唱完情歌 那毕亚又开始撒娇 缠着哥哥也送首歌给自己 耐不住毕亚的死缠乱打 小帅只好命远下 然而歌唱中的小帅眼中完全没有毕亚 而是死死地盯着站在远处的书 看得书亚脸 用心跳得害羞得不得了 仪式结束后 小帅让下人去叫书亚了 毕亚当即不高兴了质问母亲干嘛叫书 小帅回应到她听说书亚考上大学了 想送的礼物给她 话刚说完书亚就来了 在得知小帅要送给自己东西时 书亚极力拒绝 小帅直言道 是别的而是我最爱的阿猫 我看你比较喜欢我的阿猫 所以打算将它送给你了 喜欢小猫的书亚激动 见母亲和书亚如此亲密 毕亚不禁醋意大发叫让 自己累了要去休息 直接拉走了母亲 而一到晚上 毕亚就打扮暴露地敲响了小帅的房门 毫不客气地爬上了小帅的床 表是鸽子的床 真是柔软好想在上面睡觉 却不曾想小帅压根 就不吃毕亚这一套 毫不客气地命令毕亚 心惊女冒称妹妹的身份成为千金小姐 可已经拥有一切的她却还不知满足 只因为自己喜欢的男人 爱上了自己的妹妹 于是便趁着夜色悄悄顺走了妹妹最爱的猫咪 紧接着便将猫咪带到了后花园 残忍地将她婆婆勒死 转天刚起床的书亚就发现 自己刚收养的猫咪不见了 到处找寻也不见猫咪的身影 于是便去主宅询问夫人阿猫有没有跑回来 一旁的毕亚则若无其事地表示 我家这么大只不定夺哪睡懒觉了 见书亚很是担心小方便让毕亚一起帮忙去找找 毕亚则当即拒绝说 自己要回防睡美容觉才没那个闲心 可当小帅走来要帮书亚一起去找 是毕亚瞬间变了脸 抢拉着药 陪她一起去 而小帅早已看透了毕亚的嘴脸压根就不愿搭理 不甘心的毕亚又把气拳都撒在了书亚身上 警告书亚最好不要打小帅的主意 否则我会让你比那东西死得更惨 说着便恶狠狠地死捏着书亚不放 与此同时老庸人突然发现了树下的彩虹声 感觉很是奇怪 于是便拉了一下 毕亚竟直接将勒死的猫咪给找到了 听到尖叫声的书亚他们当即跑过来 得知猫咪死了 书亚很是痛心小帅心疼地抱着安慰 看到被自己失去理智而勒死的猫咪 毕亚就像受了刺激一样直呼不是他干的转身跑开 得知猫咪是被彩虹绳勒死的阿英当即想到了什么 回到家的阿英看着眼前自己做手工的 彩虹绳立马意识到勒死小猫的凶手一定是毕亚 于是便找到正在戏耍哥哥的毕亚 知言不讳的嘲讽到看来毕亚小姐此刻心情很是大好 说着便质问毕亚难道不知道书亚的猫咪被恶人害死了吗 究竟是谁如此狠心呢 紧接着便毫不客气地将毕亚薅了出来 把她拖到彩虹绳旁让她仔细看看这条绳子熟悉不 毕亚故作镇定地回应道 怎会不熟悉这不就是你上次勒我脖子的绳子吗 谁知毕亚竟直接反咬阿英一口说只有阿英有这种绳子 一定是阿英因为极度小放送给书亚猫咪才将她勒死 紧接着毕亚就找到书亚假惺惺的装作很是伤心的样安慰书亚 随之告诉书亚她也想 明白为什么阿英会如此残忍 听到此话的书亚很是震惊询问她为何这样说 于是毕亚便告诉书亚一定是阿英勒死的猫咪 难道你忘了只有她有那种惨红绳吗 书亚当即想到了平时阿英做手工的绳子 毕亚的一番歪曲事实不得不让书亚信以为真 只是毕亚还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老佣人已经怀疑到了她身上 她很是清楚地记得毕亚曾经扔掉过同样的一条绳子 而勒死猫咪的那条绳子竟和毕亚扔掉的那条一样 就在这时乌太出现了询问怎么 而此时的毕亚正悄悄地潜入 小帅的房间准备对书亚的照片下手 就在毕亚拿起工具准备动手时 突然听到了房外传来的父亲和老佣人的对话 于是便开门看不究竟 听到老佣人要告诉父亲有关猫咪被勒死的事 毕亚当即害怕了几年 乌太将阿婆叫到了房内 阿婆告诉乌太猫咪是被人勒死的我们都知道 但是让我吃惊的是这条彩虹绳 刚想说自己曾经看到小姐也有一条和这一样的绳子 是毕亚出现了 赶紧跑来问候父亲表示下班这么晚一定是累了 说着便命令阿婆出去不要打扰父亲休息 就在阿婆不知是否要离开时 乌太表示不着急先说说绳子的事情 最终阿婆只能离开 然而转天一大早乌太就找到 阿婆 她知道阿婆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当阿婆将自己所怀疑的事情告诉乌太时 气得乌太拿着彩虹绳当即找毕亚对质 谁知毕亚一见到这根红绳就开始滚慌了起来 直呼不是她干的 发疯似的一把将乌太推倒在地 狂人东西势态地尖叫了起来吓得乌太不知所措 毕亚告诉母亲不是她杀的猫咪 但是自己一看到那条绳子就不由得很是害怕 说着便故意告诉母亲那条绳子 其实是阿英的事她做手工的绳子 如此一来大家都以为猫咪是阿英累死了 随后小方便将绳子是阿英的不是毕亚的事告诉了乌太 紧接着乌太便找到阿英询问 她对猫咪被害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去毕亚告诉我们 那条绳子应该是你的 而这边终于撇清嫌疑的毕亚很是安心 但还需要除掉一个大障碍那就是老佣人阿婆 于是毕亚便给爱慕自己的阿胖打去了电话 假装很是委屈地告诉阿胖 因为被父亲责骂自己已经几天都没睡好了 恳求阿胖出去给她买些安眠药 没有多想的阿胖当即答应了下来 转天一大早阿胖就将毕亚需要的安眠药递到了她手上 紧接着毕亚就偷偷地来到了阿婆的住所 心惊离往女佣水里加佐料 只因女佣发现了她假冒千金的秘密 害怕身份暴露的毕亚足足倒进了一年用量 可即便如此她依然还不满意 于是便截住了准备回来休息的阿婆 质问她有没有提前给自己准备好棺材 是否知道最近棺材店在做促销 说着便毫不客气地直接将阿婆推倒在地 毕亚也不再选择继续装下去了 毫不顾忌地告诉阿婆你怀疑的没错 勒死猫咪的那条绳子就是我 不过我可没直接勒死她 只是将绳子死死地缠在了她的脖子上 然而毕亚还不知道的是母亲小芳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 转身看到小芳的毕亚惊慌地询问她什么时候来的 小芳回应女儿 说话时候 说着便假装什么也没听到的样子询问她们聊什么 毕亚当即告诉母亲说阿婆年纪大了 我过来告诉她天气太热 不要老是到处走动小心重数 无奈更是直接伤心到昏厥了过去 好在被一旁采花的舒雅看到 看着眼前懂事又贴心的舒雅小芳是越看越喜欢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其实舒雅才是自己失散了18年的女 然而眼看母亲不舒服的毕亚却完全没有一句关心的话语 而告诉母亲自己在家实在太无聊了要求母亲让哥哥小帅带她去兜风 小帅当即表示她要留下来照顾阿姨毕亚瞬间不乐意 小芳只好要求小帅带毕亚出去 当听到腰带上舒雅一起去时又嫌弃了起来 车上的毕亚时不时的嘲讽舒雅平时都是坐公交 现在坐上了豪车屁股真是有福了呢 说着又开始对小帅动手动脚的惹的小帅粉是无语 更过分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魅力 直接在十字路口站在车上大秀特秀了起来 引得周边男人口哨不断 晚上回到家的老佣人毫无防备地喝下 被毕亚动了手脚的水 躺在床上很快便失去了知觉 而毕亚则全副武装出现在了女佣的房前 看着床上昏死的阿婆露出了一点的阴险 紧接着便毫无人性地点燃了阿婆的窗帘 然而就在她认为阿婆一定会葬身火海而暗自得意时 阿英出现 阿英拿出勒死 猫咪的绳子质问毕亚为何要勒死猫咪 毕亚却依然咬着阿英不放说她贼喊捉贼 气得阿英不得不给她点教训 阿英让毕亚最好不要挣扎今天非教训她一顿不可 阿英告诉毕亚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亲戚的孩子我早就弄死你 被收拾的毕亚委屈地哭着跑回来却恰好被母亲看的 看着地上毕亚踩脏的地板小芳陷入了沉思 与此同时庸人们终于发现阿婆房子着火了 大家全都在尽力扑服 书亚在跑去帮忙的时候不小心被绊了一跤 一旁的奶奶突然意识到了威胁 小帅见状瞬间一个飞扑抱着书亚躲过一截 见书亚扭伤严重奶奶只好命令小帅先将书亚送回去 而小帅抱起书亚 关心故意的一幕却被赶来的毕亚看到 见小帅竟如此在意她最讨厌的妹妹不由的痛心起来 回到房间的毕亚又开始发疯了一通乱衰 她恨透了书亚 恨所有人都喜欢书亚 内心极不平衡的毕亚转身来到了小帅的房间 看着小帅珍藏的书亚照片她恨到了骨子里 只是毕亚还不知道的是让她费尽心思想要除掉的阿婆已被众人格力救出 万幸的是阿婆最终算是逃不一劫苏醒了过来 小帅告诉吴泰阿婆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药才导致昏厥不醒 阿婆当即表示自己从不吃安眠药哪来的药 一旁的阿胖当即慌张了起来 殊不知此时的小方也已经怀疑起了毕亚 为了除掉知道自己秘密的女佣 女孩竟趁着奶妈熟睡悄悄地点燃了她的窗帘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女佣不仅没有葬身活还反还平安无事地苏醒过来 而且大家都得知了阿婆之所以睡得如此封城是因为被人下了安眠药 而此时家中的母亲也开始有所怀疑 回想着昨天毕亚威胁阿婆要弄死她的发 以及深夜打扮一场鬼鬼祟祟回来的毕亚 想到地板上带着泥土的脚印 小方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当即来到门外查看 果然发现了毕亚沾满泥土的鞋子 紧接着便找到毕亚询问她昨晚去了哪里 心机毕亚一脸淡定回应在睡觉而且睡得很死 见毕亚又在撒谎小方很是气质 直接质问鞋子上的泥巴哪里来的 毕亚则继续狡辩表示鞋子上有泥土不是很正常吗 只是她没想到的是她家的大院里根本就没有泥土 只有庸人阿婆的房前影 眼见母亲开始怀疑自己毕亚想要逃避却被小方一把拉住 即使证据充足毕亚也依然死鸭子嘴硬死不承认 更是恶狠狠地一把推开小方 转身回到屋的毕亚冷静了一下 想到母亲最怕她想不开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 毕亚当即言起了嘻哭喊着嚷到自己不疯 紧接着便一脸委屈地投进了奶奶的怀抱 让毕亚意外的是这次奶奶居然站在了自己这边 认定烧奶妈房子的人是阿英 因为18年前她就曾经给奶妈下过药 这时除了阿英别无他人 见阿英成了自己的替队羊 毕亚不禁爱协情 为了让奶奶对阿英点火杀人的事 确信不疑毕亚决定在家吧 于是便告诉奶奶不久前 阿英就曾告诉过她说 阿婆喜欢帮奶奶监视她 对此她很是气愤 现在回想起来真让人不得不怀疑 取得了奶奶的信任后 毕亚又开始嫌弃起了奶奶一身老太婆的气味 让自己闻了脂肪 转身回来的毕亚又再次看到 书亚和小帅在一起 待小帅离开后 毕亚故意假惺惺的跑来关心书亚的脚伤 紧接着便告诉书亚 她看到池里的荷花开得很漂亮 想去摘几朵 但自己又不敢便让书亚陪她一同前往 然而一到池塘边 毕亚就露出了真面目 怒斥书亚抢她男人说着又开始动起了手 恶狠狠地死掐着书亚不放 表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现在我就送你去和你的猫咪团聚取 无法呼吸的书亚只能强行推开毕亚 谁知竟直接将毕亚推进了池中 书亚见状赶紧过去打算把她拉上来 却被毕亚瞬间拉下了身 与此同时庸人兰姐无意间 突然发现了那张被毕亚损坏的书亚照片 正准备去找阿英时恰好遇到了阿胖 兰姐将照片拿给阿胖看 阿胖询问是谁如此控恨书亚 兰姐回应在这大宅里只有一人那就是毕亚 阿胖当即想到刚刚自己看到毕亚和书亚一起的情景 而此时的毕亚正叫书亚 问在水中 见阿胖往这边跑来又开始威胁书亚 谁都不能说否则你会死得更惨 趁阿胖不注意毕亚赶紧偷溜跑开去 还是被阿胖看了 阿胖询问是不是毕眼干的 书亚选择隐瞒并请求阿胖不要将此事告诉阿英 即使书亚不说阿英也知道一定是恶毒毕亚所为 随后兰姐便将自己发现的照片交给了阿英 紧接着阿英就出现在了毕亚面前让她出来 毕亚本以为有奶奶的庇护可以暂时逃脱 却不想阿英竟直接放狠话告诉毕亚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惹我生气的后果是什么 见识过阿英厉害的毕亚不得不跟着初儿 当着奶奶的面阿英一把薅住毕亚随之把她拖到书亚面前 见阿英要收拾毕亚 书亚急忙求情 却被阿英一顿臭骂 该出手时不出手不敢说时又上赶着王司里说 活该你被收拾 紧接着阿英便开始毫不留情地对毕亚一天收拾 毕亚那也不傻等着挨揍开始反击 阿英质问毕亚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书亚 毕亚直呼不是她干的 却被阿英直接一个反手扇了过去 毕亚哭诉着质问阿英未可如此爱戴书云 是因为她是你心爱之人的女儿吗 听到此话的阿英呵斥着让毕亚闭嘴 女佣紧紧抓住恶毒千金质问她为什么要将妹妹推入盒中 还企图将一起长大的妹妹活活淹死 谁知毕亚没有丝毫回来反而痛斥阿英不爱自己 更是直接放狠话日后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弄死书亚 眼见毕亚越来越疯狂阿英开始不知所措 被收拾的毕亚趁着母亲在打电话偷溜了回 回到房间又是一通发现 白天被毕亚说到痛处的阿英迟迟不能舍完 一直以来自己就从未放下过舞台 那种失去爱人的痛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自己的内心 见阿英很是悲伤书亚心疼地安慰了情 并告诉阿英无论发生什么自己都会一如既往地爱她 听到此话的阿英先是感动随之又想到书亚父亲 对自己的伤害便绝情地告诉书亚 我对你只有恨没有爱 说着又情绪失控了起来粉掐着书亚将对舞台的不满 全都发泄到了书亚身上 就在这时小方出现了大嚷着让阿英住手 小方不说还好这一说更是直接激怒了阿英 小方恳求阿英不要伤害书亚 阿英则直接让小方不要多管闲事 还是滚回去管管你自己的孩子 吓得小方不得不选择默默离开 其实阿英内心也是极为矛盾 面对善良又孝顺的书亚她哪里又吓得了狠手 不由的还是松开书亚痛哭了起来 而转身回来的小方正在闭亚房外 苦哀求让她开门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知如何是好的小方只好给吴泰打去电话告知情况 转天回到家中的吴泰直接跑去找寻阿英 知了阿英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书亚 阿英则回应我的侄女 我想怎么就怎样你管得着吗 就在这时阿英看到了跟过来的小方便故意口近吴泰 怀中对吴泰说起了悄悄话 见到这一幕的小方痛心理 见小方离开阿英当即推开吴泰怒斥着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没事别来招惹他 紧接着阿英便找到了躲在凉亭伤心的小方 询问看到我和吴泰抱在一起是不是很心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你们结婚使我的心有多痛 说着便让女小方放心 现如今她是绝不会和吴泰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了 我只是想让你尝尝心痛的滋味 而且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孽障 都将慢慢反噬到你们自己身上 随之得意离开 对于碧亚的反复无常大哭大叫的发疯行为 让吴泰不得不怀疑碧亚肯定是患上了精神病 于是便决定带碧亚去医院检查一下 一听到去医院碧亚当即拒绝 小方只好表示是自己身体不是想让碧亚陪同一起前往 碧亚回应去也可以 不过既然小帅也是你的孩子 那么他也必须一起过去 然而一到医院碧亚就不愿下车表示要等哥哥小帅 却不想即使小帅来了碧亚也死过不愿过去 吴泰只好和小方先行进群 紧接着碧亚便开始缠着小帅让小帅带他去散步兜风 谁知小帅竟直接让碧亚哪凉快哪带去 他需要留下来陪小方阿姨 见小帅如此嫌弃自己碧亚当即甩领 是问小帅如果站在你面前的是舒雅你会拒绝吗 小帅也毫不顾忌地回怼到 如果是舒雅我愿意一直陪着他 但是你的话那就算了 说着便让碧亚离自己远点随之离开 没能出气的碧亚只好转身来到医院 仗着自己千金小姐的身份对着前台药武扬威 没曾想前台压根就不认识他让他先登记等候 气得碧亚当即发起了小脾气 顾市长一眼便看出了碧亚的身份 说你一定是老板的千金碧亚小姐了 说着便暗示前台拿出碧亚的病例 与此同时 医生正告诉吴泰从他的描述中来看 你的女儿大概率是患上了狂躁症 吴泰不解地询问怎会得这个病 医生解释到诱发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概率比较大的就是这种病具有遗传性 如果父母患有此病孩子患病的概率很大 说着便让吴泰夫妇多顺着一点孩子 否则他很可能会做出比较极端的事情 就在这时碧亚出现了 吴泰让碧亚问候一下自己的好友医生叔叔 谁知碧亚不仅是毫不走心地说了句拟痕 更是直接吐槽起了爸爸的好友嘲讽 他不仅看起来很老这都马上快秃顶了 一番言语下来让吴泰粉是没面子斥责碧亚太无礼 医生对此毫不在意说着询问碧亚要不要坐下来和我 他谈谈 碧亚很是不解我又不是病人干嘛要扶你谈 直到这时碧亚才意识到不对劲 当即拿过病例果然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 碧亚质问吴泰是什么意思 吴泰要求碧亚坐下来和医生谈谈 碧亚当即爆发怒吼着自己不是神经病跑不出去 好在被等候在外的小帅给难住 情绪失控的碧亚当即昏厥了过去 醒来后的碧亚不停埋怨吴泰说他不是自己的父亲 哪有父母会怀疑自己的孩子是个神经病的 然而让碧亚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自己的这句话让一直以来都有所怀疑的吴泰有了借口 既然你说我不爱你不是你的父亲 那不如我们去做个盯力鉴定 听到此话的碧亚当即慌张 这下不玩独子了吗 身价千亿的富豪突然意识到刚刚相认的女儿 可能不是自己的亲生女 于是便提出想要带女孩去做亲子鉴定 而担心身份暴露的碧亚当即装疯卖傻了起来 一旁的医生见状赶忙安抚起了他的情绪 紧接着便告诉吴泰如此 看来你的女儿确实是得了狂躁症 在她情绪崩溃的时候最好不要刺激她 为了碧亚能够得到更好治疗 医生安排了护士长前来家中照料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碧亚压根就不配合治疗 自从碧亚患了遗传性狂躁症 佣人们便开始对碧亚的小姐身份 起了疑心纷纷议论了起来 这也因此让吴泰在起疑心觉得碧亚不是她的女 于是便再次向家人提起去做亲子鉴定的事 却得到妻子小方的吉利粉 表示女儿现在已经得了精神病 却偏要在这个时候来刺激她 可吴泰心已觉得她觉得正是因为如此 才要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碧亚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呢 又为何会患上具有遗传性精神病 听完此话的奶奶这次也站在了儿子这边 随后阿婆也追着老夫人提起前去鉴定的事 她说自打见到碧亚第一眼就没觉得 她有哪点像少爷和少夫人 老夫人也觉得确实如此 随后阿婆更是告诉老夫人 自己总觉得阿英和碧亚之间有了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殊不知他俩的对话都被躲在身后的碧亚 听得一清二楚 与此同时小帅正偷偷和舒雅约起了会 每天放学都来接舒雅为家 两人感情也在固执不觉中迅速升温 然而两人一回到家中 就被碧亚看到瞬间愤怒不已完 阿英也发现了舒雅背着自己和小帅在一起的事情 于是便质问舒雅 知不知道小帅是碧亚喜欢的男孩 警告舒雅从今以后不许再跟小帅有任何接触 否则后果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舒雅只能委屈地答应阿英的要求 随后一个人躲在房内暗自哭泣 与此同时刚沐浴完的小帅突然听到敲门声 便寻声出来查看 碧亚则趁机溜进了小帅房间 紧接着就喝 小帅挽起了你猜我是谁却不想被直接甩开 碧亚装出一副很是受伤的样叫哥哥过来帮帮自己 无奈小帅只好不情愿地伸手去拉 却被碧亚直接推倒在床 小帅命令碧亚起 还却不想碧亚竟直接威胁到 如果哥哥不顺从与我 那我现在就大喊说你欺负 却不想小帅压根就不吃他那一套 毫不客气的一把将碧亚推倒在地 随之表示 如果你想在我房间睡起自便 碧亚依然死拉着不放 却被小帅直接威胁在跟着我我这做人 气得碧亚只能回房一通折磨 他恨小帅更恨书颖 在他心里始终觉得 就是因为有舒雅的存在小帅 才会对自己如此决绝 转天一大早气不够的碧亚 就开始找舒雅麻烦 先是毫不客气的一个大耳光 随之又将舒雅拉到没人的地方一通暴走 毫亚将小帅对自己毫无好感 全都怪罪在了舒雅身上 舒雅的惨叫声突然引起了阿胖的注意 赶忙冲了滚 得知毫亚之所以收拾舒雅权 是因为少爷小帅 直到此刻阿胖才明白 原来自己一直被毫亚当猴首 他指论 毫亚你说你喜欢的人 是我要永远和我在一起 你现在这样说到底什么意思 看清毫亚嘴脸的阿胖当即表示 从此以后绝不会再打扰他 随之告诉毫亚以后 别想着再欺负舒雅 见阿胖也来维护舒雅 毫亚就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推开阿胖让他去死 说着又毫不留情地痛打了钱 这时看足了好戏的阿英走过来 却不曾想跑开的毫亚 竟一不小心撞到了小帅 毫亚询问小帅干嘛去 得知小帅竟是准备去给舒雅画像 差点气死过去 怒吼着质问干嘛不给他话 说着又动手打起了小帅 发疯了的毫亚当即跑回大宅 向母亲哭诉委屈 接下来的一番话 直接让母亲彻底猛递 不知自己是财罚千金的灰姑娘 被意气长大的新鸡姐姐顶替了身份 而更过分的是 女孩不仅要被顶替了 她的姐姐整日欺凌 还要被养母威胁 将自己喜欢的男孩 让给新鸡姐姐 毫亚则更是毫不顾忌地威胁 母亲让养子小帅娶自己为妻 见母亲没有回应情绪激动的 毫亚再次犯病奔绝了过去 得知消息的奶奶无奈表示 吃了这么多天的药 怎么就没有效果 然而她哪里知道 毫亚压根就没吃过一个利用 担心孙女的身体 奶奶决定过来看她 却不曾想办到上遇到了书亚 对于书亚奶奶是越看越行 于是便情不自禁地告诉人妻 小帅如果毫亚能像书亚 这段善良董事该多好 更是直接表示要是 书亚是她的孙女就好了 想想自己的亲孙女 毫亚真是让人头头 没有哪一点笑容 殊不知他们的谈话全都被毫亚 在毫亚看来 现在大家都开始 对自己身份起立起 她不得不做的事 于是便找阿英寻求帮忙 一听毫亚说阿福和奶 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身份 阿英就气不打赢错人 毫把毫不毫亚表辞着 都是女自食恶 毫亚还不以为然地狡辩了些 阿英斥责毫亚 如果像书亚那般知书 打理大家会倾心吗 担心身份暴露的毫亚 开始慌张了些 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 自己的母态一家 阿英还是决定帮忙 她告诉毫亚 人死客气多许学书亚 在妇女面前装的懂事 然而让毫亚没有想到的是 她突然变得如此懂事 有理法让母态更加起 毫不不忌地告诉妻子小方 自从要带她去做亲子 鉴定她就变得懂事了 而妻子小方却认为 是医生治疗的好 却也始终改变不了母态的想法 这天阿英正和毫亚 商量下一步计划时 却突然叹到阿博 偷偷拉着书亚往梁停走 阿博询问书亚 是不知道自己夫妻的具体情 并告诉书亚 自己越看她越想不太 而阿博的这番话 全都被躲在一旁的阿英 他闻到 一到晚上阿英就找到了阿博的住宅 询问她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居然敢打听书亚的声势 紧接着便毫不客气地 拿着家伙威胁阿博 是想就此变成 亚班的还是装傻 当啥都不知道 吓得阿博当机求疑 阿英警告阿博 这次就饶了她 如果下次再你家老公 面前吹风病 会让她神度之不 觉得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至于我是否感受 想你的心理应该比谁都清楚 与此同时 小芳再次找到卢泰 说想让小帅和碧眼见回 她觉得或许碧亚 得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 就会彻底好起来 然而转天 大早碧眼就拿着剪刀走向心里 说要向她借点血 吓得书眼不知随作 为了成为真正的千金小姐 碧亚真是彻得我争 幸好永远来解经过此 你及时制止了碧亚 毕亚才不甘心地甩手 转身回到家 等毕亚见 所有人都在等自己吃饭 又瞬间变了人口 紧接着便挨得地和家人 轻轻到早儿 然而让毕亚没有想到的是 刚坐下父亲 无态就寻找 一听到去医院 毕亚就气不敢用出来 但又不敢轻易发火 只能强忍着怒气为了拒止 却不曾想在场的所有家人 都加入了进来 劝毕亚给母亲去医院 这下毕亚再也安待不住 内心地怒火之言 不会地怒持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就是想把我 拼去医院带我去做鉴定 说到底还不就是 想要我的血吗 说着便顺手拿起家伙 威胁的钱 小帅见状急忙跑来抱住毕亚 吓得母亲吆喝着 命令无态不要再提此事 见父亲始终无动于衷 毕亚便开始越演越烈 直接撞开小帅说 自己不活了便开始猛击强烈 即使如此 无态也依然没有做出回忆 计谋得逞的毕亚 当即露出 只是让毕亚没有想到的是 吴太压根就没有放弃 做亲子鉴定的想法 正打算拿着毕亚 跨去医院 为了掩盖女孩假冒千金的事 是女人故意将财罚夫妇的 亲生女儿还了魂 至于这个 你们一直怀疑的孩子 那就交给我带走教了 阿英毫不手软地扇打着毕 既然你们觉得毕亚 不是你的孩子 那我现在就有权力管教 她今天我就当着你们的面 把她梦死 吴太本想向前阻止 却被阿英一打推开 见阿英如此对待孙女 毕亚气得奶奶都打算 拼出老命和她对决了 书亚哭泣着警报阿英 祈求她不要抛弃自己 阿英则露出了一脸的得意 随之表示 你们也看到了 我的侄女书 是有多爱我 我离不开我 至于毕亚 如果你怀疑的话 那就还给我 说着便要拉走 小方目是休想带走我的孩子 计谋 得逞的阿英临走前 还不忘再加一把斧 威胁到 如果哪天你们不要自己的孩子了 就交给我帮你们解决掉 奶奶怒骂阿英神经病 既然阿英已经帮自己 演成这份的毕亚 当然要继续演下去 于是便假装 是伤心的样子 要收拾行李离开着 吓得吴泰夫妇 当即道歉发誓以后 定会好好爱她 不得不说阿英这招是真诀 不仅打消了吴泰 要验敌内的决定 才让他们分数更加真爱敌 然而转身回来的书亚 担心阿英会抛弃自己 正祈求阿英不要抛弃她 看着本该享受富足生活的书亚 因为自己的憎恨 沦为复仇的工具 伤心不已的书亚 转身来到了自己的小猫坟前 默默流泪 而深爱她的小帅 早就撂到书亚会了 看着泪眼咄嗦的书亚小帅 不知该如何安慰 只能默默地抱着她 听她诉说着内心的吻裙 转天一大早 奶奶依然对昨天的事心有力气 很是不解地表示 同样是阿英带大的两个孩子 怎么性格差异如此之大 这是阿婆的一句 就因为如此才让我不得不白意 毕亚和书亚 到底哪个才是少爷真正的孩子 此话瞬间引起了奶奶的注意 与此同时 毕亚不然偷听到 副市长和父亲的通话 得知他们晚上邀约在外面 见面内心对声音记 于是便告诉母亲 自己现在真的很担心 因为 我发现副市长和父亲 总是喜欢约着私下见面 如果是讨论病情 那干嘛不在家里 起初小方压根 就不相信毕亚里话 却不想一到晚上 毕亚就故意带着母亲 来到父亲他们约定了餐厅外 而副市长之所以约无态出来 完全是为了避开毕亚 方便讨论她的病情 她哪里知道 这将是心机毕亚成功 赶走自己的计谋 毕亚不停地添油加醋 对着母亲说尽了 护士长的坏话 一回到家的小方就闷闷不乐 小帅见证便想着过来安慰 却不想竟直接被小方 要求让她和毕亚结婚 表示毕亚真的很爱你 她现在需要你的爱 需要你的照顾 谁知并不爱毕亚的小帅 也直言不讳地 告诉小方自己已经有爱 而这个人就是舒雅 却不想两人的对话 又被喜欢偷听的毕亚领导 转天小方竟再次找到小帅 请求他能给毕亚一点爱 就算是报答他们的养名之恩 殊不知他的这番发育 全都被吴泰平衡 对妻子逼迫 相算做毕亚结婚的事情 吴泰平衡是不紧 他觉得这会让小帅 很难做人更何况感情的事 是无论如何都强迫不来 小帅爱舒雅 这是事实毕亚应该面的 然而小方却担心 如果毕亚知道了 他又被想不开想自杀 自己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再次失去女人 而这一切又被毕亚看在眼中 见父亲如此反对 愤得两牙泄齿 为了让父亲见识一下 自己的厉害 毕亚又开始喝腰 亚威胁母亲说 自己所爱之人不爱自己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看着眼前这个 让自己头痛的女儿 吴泰只能无奈到直腰头 殊不知毕亚越是这样做死 就越让吴泰厌恶她 但为了妻子 吴泰依然要硬着头皮去安慰毕亚 让他多被小帅点时间 相信一切都会好 毕亚深知父亲 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压登就不会逼小帅 允许自己的 既然你不让我好过那么 我就闹你的鸡犬不离 果不其然工作中的 吴泰依然为毕亚 做死的事情烦心不疑 于是便想着找阿英 商量帮忙解决 却不是恰好被妻子小芳看了 看到吴泰偷摸着过来 找阿英小芳很至伤心 再加上紧随而来的 毕亚在一旁不停地煽风叠 气得小芳直接甩脸走 见母亲离开 毕亚依然穷追不舍地 告诉母亲 现在看来一个阿英 就够你头退了 那再加一对护士长 岂不是不要 一副关心故意的 让母亲开除护士长 你从后悔 而一时气愤的小芳 便引信了毕亚的骨胯 转头就开除了护士长 成功开除护士长的毕亚 领走前还不忘 故意挑衅一下 让其好走不送 除掉了护士长 接下来就是阿婆了 毕亚找到阿婆威胁 她最好不要多管闲 是否则她会比护士长更惨 因为护士长是活着离开的 如果你的话 那就不一定 却不想阿婆转身 就将毕亚威胁自己的事 告诉了老夫人 而偷摸着听到一切的毕亚 甚至阿婆是不能再留 害怕身份暴露的恶毒 千金担心自己假冒的身份 被老佣人揭发进一把 将她推下了楼 原来就在昨天 刚被毕亚威胁的阿婆转脸 就将此事告诉了老夫人 更是直言不讳地 在老夫人面前 再次质疑起了毕亚的真实身份 而听到这一切的毕亚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便想着即刻解决掉阿婆 就在这时 突然碰见了喜欢自己的阿胖 于是毕亚便当即改变目标 跑向阿胖 开始对阿胖一通甜言蜜语目的 就是想利用阿胖 帮她除掉奶妈 更是想用美色来作为交换条件 然而让毕亚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的阿胖 再也不是之前那个任她摆布的傻 早就看清毕亚心机嘴脸的阿胖 说啥都不愿为毕亚做出 伤害无辜之人的恶事来 就在这时 毕亚突然接到阿胖打来的电话 告诉她 你母亲小方正在赶往阿胖住处的路上 让她赶快捕出来别被抓的现行 为了帮毕亚拖延时间 阿胖半路上直接截住了小方 小方本不想和阿胖有过多交流 却不想阿胖竟故意激怒小方 说起了以前小方抢走她男人的往事 就在小方不知该如何回应时 小帅出现了 她告诉阿胖爱情中 根本就不存在争抢的事情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就算有新人介入 她也不会变心的 除非她根本就不爱你 说着便劝诫阿胖不要因为一个 根本就不爱自己的男人 沉溺于过去无法自拔 接着便请求阿胖给她一个 真爱舒雅的机会 她愿意做一切来证明只爱舒雅 说完便带着小方去找毕亚 留下了陷入沉思的阿胖 却不想毕亚依然不依不饶 威胁阿胖如果不答应她 她就会告诉母亲说阿胖企图对她不补 却不想阿胖压根不吃这套强行拉走毕 就在这时小方一行人赶快 毕亚当即变脸哭诉地说 阿胖企图强行自己 一脸无辜害怕的样 跑向母亲让她给自己做主 小方心里很是清楚 阿胖是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情 呵斥着让毕亚闭嘴跟自己回家 阿英不断回想着小帅的话语 为自己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痛心不已 这时放学回来的舒雅 见阿英独自伤心便询问怎么了 却不想阿英竟想明白了 她告诉 舒雅从此刻起自己将不会再阻止她和小帅相爱 与此同时不安分的毕亚突然闯进小帅房间 企图俘获小帅的关心 却再次被小帅怒斥让其离开 谁知毕亚竟企图扯掉小帅一物想着硬安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小帅直接将毕亚扫地出门 不甘心的毕亚又将所有的不满都归咎到了舒雅身上 转身就来收拾舒雅 好在阿英及时出现制服了毕亚 命令她最好安分点不要再惹是生非 特殊时期最好长点脑子可别让有心人拿走了你的头发指甲啥的做鉴定去 谁知转身回来的毕亚竟恰好遇到阿婆在打扫自己房间 便以为阿婆是在搜集证据 毫不留情地将阿婆一顿痛 深知毕亚心肠胆 阿婆只是警告毕亚就她这副德行不需要证明 就知道真相随之赶紧开溜 得知此事的小方哭诉着告诉阿婆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去做鉴定吗 因为我不敢面对现实 其实在小方心里也早已对毕亚产生了怀疑 但是内心的善良促使她不敢去面对 为了除掉阿婆这天毕亚趁着阿婆外出偷偷跟在阿婆身后 察觉到一样的阿婆打开了手机 就在阿婆以为终于甩开毕亚 使毕亚竟直接闪现 紧接着毕亚便将阿婆拖到了没人的救楼 阿婆请求毕亚不要伤害她 自从上次被警告后就没再插手她的事情 心机毕亚又哪里会给阿婆解释的机会 一把薅过阿婆恶狠狠地扇了过去 阿婆质问如果 小姐你真的没有什么秘密 那又为何会害怕我插手寻找真相 说到底还不是你就是个假货 此话彻底激怒了毕亚大吼着 说自己就是妈妈的孩子 她是真的 说着又动起了手 老阿婆反问道 既然你是真的那你又怕什么呢 听到此话的毕亚瞬间慌了神 阿婆眼看机会来了便想着逃走 却再次被毕亚揪住 就在这世身上的手机进步小心掉了下来 看到手机上的内容毕亚彻底不淡定 这次说啥都不能让阿婆活下去了 紧接着便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摔下楼的阿婆知道自己在街南逃直接将手机摔了的细水 见证据被毁 毕亚顺手将手机扔进了草丑 眼见毕亚步步紧逼为了保命及时伸手 重伤阿婆也是奋力逃脱 却不想竟被及时而来的货车直接撞倒在地 害怕担责的司机当场逃逸 这下可把毕亚给高兴坏了真是天助我已 原本毕亚完全可以逃脱责任 却不想爱贪便宜的她竟直接顺走了阿婆的手势 毕亚本以为阿婆这下事彻底死翘翘了 却不想阿婆被及时送往了医院保住了性命 恶毒女孩因害怕奶妈暴露自己假千金的身份 竟直接痛下杀手 不仅眼睁睁开的奶妈被撞还顺走了她的手势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奶妈并没有因此命丧皇权 而是被及时送往医院 得知消息的奶奶们是痛心和不止 而一旁的凶手毕亚则不亦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是害痛 精湛的演技完全骗过了家人 但当阿胖听到努庸谈论到底是谁害的阿婆时 她已经有了答案 为了确信是否无此必趁毕亚外出时要求遇见 起初毕亚不乐意但听到要谈论奶妈的事情后 只能无奈应许 却不想小帅恰好看到阿胖在毕亚车上 于是便拉着正要上学的舒雅匆忙上车跟了过去 舒雅询问 小帅为啥要跟踪他们 小帅则表示他俩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 而且小方阿姨也不允许毕亚和阿胖再有接触 只见毕亚将车停在了一处宾馆 一到房间就一顶将阿胖推倒在床 不管阿胖怎样询问奶妈的事情毕亚都逼而不谈 更是起估利用美貌迷惑阿胖帮自己掩盖罪行 却不想早就看透毕亚心机嘴脸的阿胖压根不吃这套 直接质问毕亚奶妈被害是否是他所 眼看是隐瞒不了了气急败坏的毕亚也不再装了一脚劈开阿胖 阿胖怒否着质问毕亚为什么要如此恶毒伤害我 毕亚依然狡辩如是他做的 两人的争吵声恰好被前来找寻的小帅人 见识小帅在外毕亚赶紧跑来开门 呼唾着指责阿胖要强迫企图对他不 完全不听解释的小帅当即动手打起了阿胖 好在舒亚及时跑来表示有事好好说不要动手 小帅这才罢休先行待毕亚 晚上小帅想找阿胖询问白天事情的真相 却不想恰好看到舒亚前来找寻阿胖瞬间粗意大法 而察觉到舒亚行为异常的阿英也跟了过来 这才从阿胖和舒亚的谈话中得知了毕亚残害奶妈的事情 知道毕亚本性不好却不想尽如此恶毒 这让阿英很是痛心 转身回来的舒亚半路上被小帅拉住 质问这么晚去阿胖房间干嘛 为了保护毕亚舒亚没有 见舒亚不做任何解释 吃醋的小帅毫不客气地强文请说呢 然而想 帅没有想到的是 舒亚会因此觉得小帅只是把他当成王物 还一伤心理 这时小帅才意识到自己跟所作所为是有孤主 而自从伤害了奶妈后 毕亚也是每天噩梦连连总觉得奶妈会来找她复仇 转天听说小方病了的舒亚过来送点心 却不想直接碰上了毕亚 毕亚便以为舒亚是来和她强母亲的瞬间 气愤不宜直接将仓和打翻在地 随之又开始毫不留情地收拾起了舒亚 这时阿英也赶不过 见毕亚又在伤害舒亚 阿英就气不打一处来 是必要让毕亚长点 还没打几下就被吴泰请起 拉开 吴泰质问阿英为什么要伤害她的女 阿英则毫不客气地回怼到 是你的女儿伤害我侄你在先 见阿英居然敢在自己家中药补羊 为挑衅自己气的老夫人心脏病 都犯了当即一个疼慌 我去 然而被打了阿英不但没有反抗 反而嘲讽老夫人 他才是自己口中的疯子随之带舒亚 小帅匆忙追上来代表家人 向阿英道歉并请求舒亚 原谅她的不完事 而房内的毕亚却在撒娇扑复着全身都痛 吴泰责直言不愧地质问 毕亚乱打死也难道她就过 说着便致问 为毕亚伤害 不知如何回应 毕亚又开始向奶奶忠住撒娇了起 晚上毕亚再次找到阿胖之为舒亚 为什么会知道自己伤害奶妈的事情 而阿胖却不愿再提此事 只是奉劝毕亚好好做她的大小姐 善待他人随之不屑人 却不想去气急大坏的毕亚 竟毫不客气地收拾起了阿胖 庸人们想将此事告知少爷时 却对毕亚直接威胁谁敢说 谁就不过今晚 哈疯了的毕亚此时那是人见人怕 冒名顶替的新金女 突然发现自己费尽心思抢来的财阀母亲 竟和被她顶替的亲生女儿在一起 害怕自己不择手段得到的千金小姐身份 早晚会被不知情的女孩夺回去 她顿时就慌了 质问舒亚为什么要来纠缠她的母亲 我不是警告过你很多次离我母亲原点 说着便要动手收拾 舒亚却被母亲互助解释 是她想吃舒亚做的甜点爱 见母亲如此袒护舒亚 气不过的毕亚彻底丧失了理智 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不允许 你吃她做的东西 转头就要倒掉 一向孝顺的舒亚 绝不允许毕亚如此大逆不到 命令她给自己母亲道歉 却不想毕亚非但不道歉 反而还想继续收拾母亲 舒亚只好向前走 已经 魔争了的毕亚恨不得一巴掌 扇死舒亚却被舒亚躲过 听到吵闹声的庸人急忙跑来 却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不知如何是好的 她只好跑来找阿英帮忙 而此时的小方和舒亚 正被毕亚追着 为了不让小方受伤 舒亚一脚将毕亚踢下了楼梯 而此时阿英恰好赶快 得知孙女打了儿媳的奶奶 很是气愤强拉着毕亚 必须给母亲道歉 而此时的小方正依偎在舒亚怀中痛敷 此刻她终于看清了毕亚的本性 在她心里出了仇恨和嫉妒 根本就没有了 听到此话的毕亚 直到此刻才意识到 自己错了急忙求母亲原因 然而被毕亚吓坏了的小方 根本就不敢让毕亚靠近 紧紧地抱着舒亚 见母亲如此 依赖舒亚毕亚就气不打一处来 气得还要动手好在被奶奶及时阻止 一回到家中阿英就斥责舒亚 竟敢把毕亚踢下楼梯 说着便警告舒亚以后 在她进大宅一步就拧断她的头 见母亲不愿原谅自己 更不让自己靠近毕亚懊悔不已 在屋里又大喊大叫了起来 转身又来到刚刚打翻点新的厨房 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而此时吴泰小帅也赶回来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奶奶则让吴泰先去看一下妻子 毕亚依然狡辩自己没打母亲 说着又请求奶奶帮帮自己 小帅则安慰舒亚告诉她 小方阿姨很爱你 她一定会原谅你 而得知毕 殴打了夫人的阿胖告诉舒亚 她打算将毕亚伤害奶妈的事情 告诉少爷却得到了舒亚的阻拦 舒亚觉得如果少爷他们知道了 此时毕亚在那个家的情况 肯定会更糟 而阿胖却担心 如果任由毕亚放肆下去 接下来还不知道 会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无奈为了保护毕亚舒亚 只好请求阿胖先暂时不说 转天收拾好心情的毕亚 为了求得原谅贴心的 为母亲端来她最爱的点心 可一见到毕亚小方 就情不自禁地害怕起来 急忙躲到丈夫身后 吴泰告诉毕亚 多给妈妈点时间 最近别来让她烦心 说完便带妻子离开 见父母都不愿搭理她 毕亚又开始坐起了 要哭诉着你们都不爱我 随之跑向河塘 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好在阿胖及时发现 顺利就回了毕亚 得知此事的阿英也赶了过来 她告诉吴泰如果不想照顾毕亚 就把毕亚还给她 却不想小方及时出现回应 无论毕亚怎样无礼都不会放手 阿英则表示那就请善待毕亚 如此一来毕亚便再次获得了 吴泰夫妇的认可 为了取得父母的信任和认可 毕亚更是亲自下出给他们做事的 看到这一幕的吴泰 竟突然瑞有所思了起来 紧接着便偷偷溜进了毕亚房间 而吴泰之所以执意要做亲子鉴定 还要从两天前 奶奶无意间从舒雅口中 得知了舒雅父母的信息说起 这天老夫人无意间问起 舒雅她父母是做什么的叫什么女 一听到舒雅回应的父母的名字 老夫人就很熟悉 好像曾经在哪听过 满心疑惑的老夫人 便给儿子吴泰去了电话 将舒雅父母叫阿勇阿花的事 告诉了吴泰并询问她是否听 说着便让吴泰去查询一下 这两人的信息 因为自己总有种感觉 曾经在这两人身上 好像发生过什么事件 说巧不巧的是 转天老夫人的朋友前来拜访她时 询问是否去参加索迪的婚礼 老夫人很是疑惑索迪是谁 朋友则回应就是当年 被阿勇阿花夫妇枪杀了的 金店老板彭来的儿子 这么一说老夫人当即意识到 这两人或许就是舒雅的父母 于是便将舒雅父母 可能是劫匪的事 告诉了吴泰夫妇 但是话又说回来 就舒雅的性格如此温顺善良 又怎么可能是劫匪 牌子呢 虽然是阿英抚养长大 但也没有没点像她的 吴泰则当即表示 和阿英性格相向的法师毕业 这样吴泰不得不怀疑 到底谁才是自己的孩子 她一定要弄清楚 于是便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一位鉴定方面的专家 在她那里 吴泰了解到想做鉴定很简单 不是只能通过血液检测 像头发指甲口水这些都可以鉴定 难的是想做鉴定 必须是用于司法刑事案件 或者经过本人同意才能进行 但是鉴于朋友介绍 可以私下帮忙鉴定 但会出具任何指质证明 于是便发生了 开头吴泰去毕亚行间 找头发的营运 用餐时 毕亚端上了自己精心调制的 西瓜汁给大家品尝 看到毕亚口中的吸管 吴 她也知道机会 来了吸管上的口水 却不想下一秒 毕亚就告诉他们 这是自己最后一次 陪他们用餐 因为她要跟阿英一起离开 很显然这是吴泰没有想到的 与此同时 书亚正和阿英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自从上次毕亚 因为自己给夫人送饭 闹出荒唐事后 阿英决定带书亚离开 给毕亚一个安心的生活 而这边毕亚也执意要离开 和母亲诉说着委屈 吴泰见状便急忙掉头 回去找寻刚刚毕亚用过的吸管 却不想尽被佣人收拾完 丢进了垃圾桶 看着眼前混在一起的吸管 根本无法识别 哪根才是毕亚用过 于是便立即转头跑向楼上 而房外小芳正在 极力劝堵舒亚他们留下 因为故意装乖的毕 亚告诉小芳 养她长大的阿英 在哪自己就在 为了毕亚不离开豪宅 继续过着大小节生活 舒亚只能答应留下来陪她 与此同时 楼上的吴泰正在 毕亚房间努力寻找头发 这时妻子小芳出现 见状便质问 她是不是在找头发 想做鉴定 吴泰慌张回应 没有匆忙离开 传来了毕亚的呼喊声 害怕毕亚会冲进房间 小芳只好暂时罢休 但是很快就等来了机会 这天小芳趁毕亚在泳池游泳 便选择悄悄离开 再次来到了毕亚房间 谁知这时 泳池中的毕亚命令 舒亚下来和自己一起玩耍 舒亚也没有泳装 维尔想要拒绝 毕亚邀喝着她房间 有可以去哪 阿英便抢拉着舒亚 让她去换泳衣 看着梳妆台上的梳子 阿英当即意识到 小芳想要干嘛 于是便将梳子上 毕亚的头发全都清理了干净 紧接着便告诉舒亚 她头上有东西 强行薅掉了舒亚几根头发 然后趁舒亚不注意 将薅下来的头发 放在了毕亚床上 反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吴泰静告诉母亲 她要给舒亚做钉 心筋女手拿八百金木棍 悄悄溜到女孩背后 随后对着女孩就是一闷棍 不仅如此 还用钉子将棺材死死封住 而毕亚之所以这样做全是因为 这两天前无意间 听到爸爸准备带舒亚 去做亲子鉴定 毕亚害怕极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现在父亲竟如此不认可 自己竟要带亲生女儿去做鉴定 毕亚是绝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情 她必须要在父亲带舒亚 去做鉴定前除掉舒云 精神极度紧张的毕亚 再次犯病愤怒的嘶吼声 当即引起家人的诛 当他们赶来时 只见毕亚恶狠狠地 好像在掐着什么东西时 不停念叨着要杀了她 吓得母亲急忙向前 安慰却不想直接 被情绪失控的毕亚一把甩开 好在被小帅及时抱住 才幸免于难 见毕亚被疾病折磨 却不愿吃药小方 很是无奈 只能请求小帅 平时多帮忙照顾给妹妹 然而醒来后的毕亚 一想到无态要带舒亚 去做鉴定就愤恨不已 又开始起了杀性 于是便装出一副 委屈不已的样子 告诉舒亚自己不想活了 老是给家人带来麻烦 更是故意说些 类似一言的话语 给舒亚听说完就起身离开 担心毕亚出事的舒亚 只好紧追着毕亚 只见毕亚打了一辆出租车 驶向郊外 而此时的舒亚 也坐上了另一辆出租车 紧随其后 很快毕亚便将舒亚 带到了一处偏远坟地 紧接着便发生了视频开头毕 将舒亚敲晕 装进棺材里的荧幕 再次出现奶妈幻觉的毕亚 嘶吼着挣扎 好不容易跑 还竟犯到了喝醉的首饰人 直接把毕亚吓得半死 仓皇逃离 而此时回到家中的阿英 也发现舒亚一见了 找着找着便找到了老夫人这里 她以为舒亚可能在老夫人这里 得知舒亚并没来过 阿英当即紧张了起 表示一向听话懂事的舒亚 无论去哪都会告诉自己 而这次竟突然消失 手机钱包都没拿 很害怕舒亚会遭遇不测 听到此话的老夫人 不免也担心了起来 急忙让庸人四处找找 而得知舒亚不见了的 小帅担心地开车四处找寻遇 很快毕亚就偷偷地溜了魂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庸人拦截的侄女看到 而她慌张回来的身影 回到房间的毕亚 当即将身上的衣物 全都换了下来 直到夜幕降临 小帅没找到舒亚 这是吴太夫妇 才知道舒亚失踪的事情 转天醒来后的舒亚 才发现自己被封在了棺材里 用力嘶吼着救命 听到了声音的首饰人 还以为是炸尸了 吓得撒腿就跑 而舒亚也因严重缺氧昏厥了过去 冷静下来的首饰人 决定开关看的究竟 关带掀起的那一颗首饰人 惊呆了这不正是 几天前来寺庙祈福的女孩吗 彼此同事 吴太和小帅准备前往警局报警 前脚刚走 毕亚就在阿胖口中得知了 他们要去警局的事情 很是惊苦 为了撇清自己 与此事没有关系 便装出一副 不知舒亚失踪的消息 随之担心到故意装晕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回来说舒亚找到 很快阿胖便随着首饰人 见到了舒亚 阿胖询问她等会被封在棺材 舒亚回应她也不知道 只记得当时自己一直在找寻碧亚 一听到碧亚阿胖就当即明白了一切 而此时的碧亚正得意地化着美妆 她还不知道舒亚已被整 当听到小帅要继续去找寻舒亚时 瞬间气愤不已 为了拖住小帅顿时心生一击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阿胖正带着舒亚即将出现 心机女为了保住费尽心思 抢来的千金身份 竟直接一棍子打晕了真千金 不仅将她放进棺材 还用钉子紧紧封死企图 让舒亚永远消失 却不想舒亚不但没死 还被首饰人给救了出来 阿胖强拉着一身狼狈的舒亚 出现在还在演戏的碧亚面前 质问她为什么要如此恶毒 竟要加害舒亚 而碧亚则一脸无辜地告诉母亲 她没做 见碧亚一副星座太死不承认的样 阿胖就恨不得手撕了 她却不想禁被小芳直接护住 阿胖告诉众人是碧亚 呼吁打晕舒亚将其装进棺材里 企图杀死舒亚 话当说完奶奶就质问 阿胖碧亚为什么要杀舒亚理由是什么 阿胖瞬间愣住了原因 只有她最清楚却又不能说成 小帅则认为一定是阿胖误会了 昨天碧亚一天都在生病 根本就没离开过家 小芳也随身硬合着 见碧亚将自己不在场的证据 做得如此完美 阿胖也只能嘲讽到 那就当我误分说着便拽捅了舒亚 事后阿胖再次来到事发地找寻线索 而此时心有所疑的吴泰 也来到了寺庙找守诗人了解情况 正准备离开时恰好碰到了阿胖 吴泰询问阿胖为什么怀疑 碧亚是那个伤害舒亚的人 阿胖心里很清楚原因 但又不能说出真相 吴泰继续追问是不是你有什么秘密 阿胖当然有秘密 因为碧亚根本就不是她的女 而碧亚想要害死舒亚的唯一目的 就是想要霸占属于舒亚的身份 成为财罚家的继承人 但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复仇计划 阿胖又怎么可能告诉吴泰 只是痛斥碧亚遗传了吴泰的狠心 当初你抛弃我时的狠心 而此时的碧亚还在母亲面前 假惺惺惺的继续演戏 装出一副委屈不已的楚楚可怜样 却不想刚想出来发泄一下 就碰上了回来的阿胖 阿胖很清楚 无论碧亚怎样狡辩此事 也与她脱不了关系 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而已 说着便警告碧亚 你越是急着得到一切 就越会露出更多的马脚 殊不知此时的吴泰正告诉母亲 她现在越来越怀疑阿英和碧亚之间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命运 老夫人也表示怀疑 不然阿英不会直接拉着舒亚来质问碧亚 但如果真的如阿英所说是碧亚 伤害了舒亚 那碧亚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除非是碧亚知道了 我们要带舒亚去做鉴定的事 就在碧亚以为自己骗过了所有人时 阿胖突然从庸人拦解直女的口中 得知舒亚出世那天 碧亚并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因为自己亲眼看到碧亚 一身狼狈不堪的样 从外面偷偷溜回大枕 得知真相的阿胖 第一时间约出碧亚 质问她为什么要撒疯 无奈嚣张不堪的碧亚 压根就不把阿胖放在眼里 直接放狠话 说出来就弄死了 不管阿胖怎样劝解 碧亚都是一副死不悔改 毫不在乎的样子 为了碧亚不再继续犯错 当天晚上阿胖就将此事告诉了小子 小帅本想找碧亚问清真相 却不想吴泰也在治好暂时罢休 这天吴泰终于决定 让母亲帮忙把她要带舒亚 去做鉴定的事情 告诉了妻子小方 为了不让妻子小方 忧心吴泰写了一份协议 无论结果出来 舒亚是不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都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去照顾和爱碧亚 而且也不追究阿英的任何责任 像在这时 碧亚端来了火之一 向心机的碧亚 舒亚当即注意到了 吴泰收起的协议 于是便趁着父母 不再偷偷溜了进来 拿出那份协议 见吴泰当真要带舒亚 去鉴定碧亚彻底慌了 气愤不堪的碧亚一回到房 就把吴泰夫妇的照片 披成了恶魔 自从上次舒亚被残害后 小帅想要保护舒亚的心 就愈发强烈 便再次鼓起勇气 向舒亚表明心意 想取太胃妻 无奈 舒亚碍于不让碧亚受伤 只能违心拒绝 始终放不下舒亚的小帅 选择用运动来暂时麻痹自己 却不想离开时 不小心撞到清洁工丢失了手机 显到手机的清洁工 见这么好的手机 便想着发扁横财 却不想无意间 看到了手机里阿英的照片 男人一眼便认出了阿英 而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帮偷走孩子的阿英逃跑 也是唯一一个 知道舒亚和碧亚真实身份的男 贾千金偷偷 把两斤耗子药放进了粥里 害怕别人吃出里面的味道 不对便故意加点蚝油来改善口感 可让她乱乱没有想到 在端上桌子后面对几碗一模一样的粥 她自己却分辨不出 到底哪碗才是自己动过手脚的 而碧亚之所以给母亲下药 还要从母亲私自决定 让布市长再次回来照顾碧亚说起 碧亚觉得母亲肯定是想让 布市长来监视自己的 气急败坏的碧亚决定给母亲点苦口吃便 来到药店买了几包耗子药 为了撇清嫌疑转移视线 碧亚故意来到舒亚居住的楼下扔了几包 随后捡到药带的舒亚 当即想到以前在老家 碧亚就曾买过此药 要死了隔壁八婆家的爱狗 担心被人务实变态 却准备丢掉 谁知刚打开垃圾桶 就发现了碧亚丢掉的脏衣服 而这身衣服正是碧亚残害自己那天所穿的 这在舒亚陷入沉思时过来丢垃圾的 庸人蓝姐突然出现下的舒亚 舒亚不小心弄掉了手中的耗子 但害怕蓝姐会发现碧亚的衣服 她慌张地捡起耗子药和垃圾丢进去 盖住了碧亚的衣服 而正是舒亚这一慌张的异常行为 竟让自己日后成了嫌疑犯 舒亚决定找碧亚问得清楚 为什么自己被害 那日她所穿的衣服上会有一巴 却不想还没说两句小帅就出现了 询问他们在谈论什么 就在两人不知如何回应 是屋内电话响了起来 小帅只好前去接听电话 得知是有人要还回手机小帅之后 暂时离开 舒亚本想问得清楚 却不想碧亚压根就不愿搭理选择逃避 准备离开的舒亚 见小芳在厨房做饭边热心地前来帮忙 而此时的碧亚恰好利用这个机会计划 将一切责任都推在舒亚身上 紧接着便发生了视频开头的营 却不想午饭时被小芳叫来用餐的碧亚 看着眼前毫无区别的几碗粥当即慌张了起 因为她完全看不出到底哪碗 才是被自己动了手脚的那份 为了避免自己吃到下了药的内 碧亚便命令舒亚去重新给自己 盛一份端过来她喜欢吃饿 谁知刚端过来的 就被突然出现的奶奶撞掉了地上 碧亚便表示不想吃了便要离开 得知碧亚是因为嫌弃碗里的香菜 和大葱才不愿吃饭 奶奶当即表示这有啥难的说着 便动手将碧亚碗中的佛友香菜都挑了出来 这下碧亚即使心里有一百万个不情愿也得吃饿 依然担心害怕的碧亚 实施不敢动作 但看到母亲刚吃两口就被呛了一下 便以为母亲那份定是被下了药的内 于是便大口吃了起来 还不停夸赞舒亚厨艺高超 奶奶表示好吃就多吃点 碧亚开始狼吞服宴起 故事长见状便表示碧亚可能是重磨了 而此时顺利拿到手机的小帅 为了感谢男人便想着给些报酬 却被男人拒绝了 而男人之所以要主动还回手机 完全是为了跟踪小帅 得到阿英碧亚他们居住的地址 得知碧亚中了耗子药的土 幽人拦解便将那日自己去丢垃圾时 看到舒亚手里拿有耗子药 而且在她看到自己是神情 很是慌张的样子告诉了众人 如此一来舒亚变成了最大的嫌疑 再加上碧亚在一旁不停的煽风点火 导致所有人都误以为是舒亚所为 阿英深知舒亚是不可能做出伤害碧亚的事情 但是无奈拦解看到舒亚哪有耗子药 而且周确实是舒亚亲手做的 现在可以说铁证如山 伤心不已的舒亚 不自扑气宣泄心中的吻屈 这时小帅出现了 他告诉舒亚 不管谁看见你哪有耗子药 我都始终相信你是不会给碧亚下药 见终于有人相信自己舒亚很轻微 就在这时阿英走了过来 呵斥着拉走舒亚 阻止他和小帅接触 随后阿英便以为舒亚 是为了能和小帅在一起 才对碧亚下毒手 舒亚便拿出锁链将舒亚牢牢锁死 呵斥着从此以后 就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待着休想 再和小帅有任何的接触机会 而得知舒亚被阿英锁在房内的碧亚 又开始作孽 于是便趁着阿英不再偷偷点燃了舒亚房下干枯的书衣 女孩被辛基姐姐陷害给她下毒 不知真相的养母竟给她上了铁链将她锁在家中 却不想恰好给了恶毒姐姐可乘之机 竟趁着家中无人偷偷在楼下点燃了木楼 企图让妹妹葬身火海从此灰飞烟灭 很快熟睡的舒亚就被一股浓烟熏 当即起身想拿手机求救却忘了脚背铁链锦死 而此时的阿英也同样遇到了麻烦 来人终究是找到了阿英向她勒索五十万封口费 否则就告知财阀家真相 这边吃完晚饭的奶奶本想出门跳个广场舞 却突然闻到了一股烟熏的胃蓬 正疑或从哪里挑来 使用人跑过来得知可能是阿英家着火了 立马命令下人赶紧去救 赶来的奶奶一边心疼地抱着舒亚 安慰一边命令属下赶快用力加断铁链 好在得知消息的阿英也及时赶了回来 老夫人怒斥阿英怎么可以将一个大活人囚禁起来 如果没人发现那舒亚还不得被魔活烧死 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 一通宣泄后气愤离开 阿英则紧紧抱着舒亚心疼不已 而得知舒亚家着火的碧亚还在故意冤枉 舒亚说她肯定是想用自杀也逃脱给自己下毒的罪行 却不想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相信舒亚会对碧亚吓了 小帅则表示火灾很可疑舒亚被铁链锁着阿英也不在家 怎会突然这个时候着火 此话 听得碧亚心虚不已便也不再吭声 转天地亚还不死心依然在小帅面前说舒亚恶毒感毒害自己的事情 却不想直接换来小帅的一句 不管你怎样看我都只相信舒亚说完便开车离开 恨得碧亚后槽牙都咬碎了 一旁看笑好的阿英终于忍不住笑了起 他告诉碧亚就你这种心肠歹毒蛮口谎言的人是没人会相信你 一开始我都差点被你精心策划的计谋给骗了 以为舒亚真会为了男人对你下手 却不想你的这次纵火让我终于知道了真相 碧亚询问什么真相 阿英则毫不顾忌地回应到就你做的所有恶事 费尽心机引诱让所有人相信舒亚要杀你 却不想舒亚一直以来的善良毕夫 得清白 说着便证论碧亚为什么要烧死舒亚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绝情 碧亚依然狡辩自己没有 阿英深知碧亚是不会承认的 只好劝劫碧亚有什么事最好 先给她说想办法一起解决 不要一意孤行最终受伤的只有你自己 碧亚或许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含泪离开 连日来发生了这么多的怪事让吴泰粉饰不安 特别是舒亚给碧亚下毒一试打死她 她都不会相信 其实在吴泰心里大概已经清楚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的缘由 现在对她来说当务之急 必须要弄清到底舒亚和碧亚谁才是他们的孩子 如果不弄清楚她坚信不好的事情还会发生 很深碧亚就找到阿英求她带舒亚离开 这里说完便匆忙离开 因为此时吴泰夫妇已经找了过来 面对阿英吴泰夫妇直接开门见山告诉阿英 他们想带舒亚去做低能 并将事前签好协议递给阿英 阿英则完全不愿理会吴泰夫妇的要求 最后吴泰只好放下协议 希望阿英可以看看好好考虑一下 而此时舒亚也放学回来听到了一切 随后看完协议的阿英当即明白肯定是碧亚早就知道了这些 对舒亚下毒手要残害她要污蔑她 就是为了让舒亚消失 让吴泰夫妇没办法证明真相 而终于得到阿英信任的舒亚喜极而悲 她告诉阿英自己没有说谎 就是碧亚把自己关进了棺材里她有证据的 可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碧亚要陷害自己 深知原因的阿英只好表示她明白 待舒亚离开后阿英便给碧亚去了电话 让她立即过去找寻自己 故事长告诉吴泰夫妇 她觉得阿英和碧亚之间肯定有什么秘密 其实这个秘密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 吴泰夫妇心里早就有了答 阿英这论碧亚是不是知道了 吴泰夫妇要带舒亚做鉴定的事 才三番两次对舒亚下毒手 阿英则告诉碧亚 正是因为你这样做 才导致事情发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 说着便要带碧亚离开 直到此刻阿英才意识自己做错了 她要带碧亚离开这里将一切都还给舒亚 然而早就够惯了富足生活的碧亚 说啥都不愿离开 她舍不得这里的荣华富贵更 舍不得被所有人俯首称臣的千金大小级的身份 新金女一把将杨母推倒在地顺手 拿起500度高温的运斗企图砸死杨母 这样自己假千金的秘密就再也没人知道 从今以后便能舒舒服服地过着千金大小级的生活吗 好在杨母奋力抵抗甩掉了新金女手中的运斗 阿英赶紧收起运斗藏了钱 她深知碧亚之所以会为了千金身份陷入癫狂 全是因为当初自己的仇恨心理 为了碧亚能清醒过来不再作孽阿英苦苦哺求 希望碧亚可以就此放下跟她离开 这一切都是她的措施她对不起碧亚 阿英顺手拿起工具刀塞到碧亚手上 让碧亚就此了结了 既然一切的罪孽都是源于我 那你就把我杀了结束这一切 总之我很拗鬼不想你再继续 造念 即使碧亚在封批她也不会对阿英真的动手争执中 舒雅赶了回来 最终阿英还是不小心划伤了手 帮阿英处理好伤口的舒雅 告诉阿英她是不会去做丁 她希望碧亚过得幸福 更希望自己能永远和阿英在一起生活 爱着阿英这就足够 转身回到家的碧亚刚进门就看到 被自己残害致残的奶妈坐着轮椅 出现在大厅差点下的魂都飞狼 阿英本以为让碧亚代替舒雅防腿无态 让封批碧亚脚 他们一家都不得安生自己才会痛快 却不想到头来内心最受煎熬的竟是自己 当天晚上阿英便开始高烧不退 舒雅无微不至照顾着生病的阿英整整一夜 而舒雅越是贴心阿英 内心便越是傲悔 见阿英高烧不退舒雅只好过来找庸人帮忙拿药 吓好老夫人在一旁得知阿英病了 便命令庸人赶紧去看看 不行就送去医院 实在不放心的老夫人还是决定亲自过来看看 然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阿英竟给自己行了跪拜 这一举动彻底整蒙了老夫人 要知道以前他们俩一见面不是开骂就是互私 不敢置信的老夫人询问阿英 是不是得神经病了竟对她磕头 阿英则很是淡定地告诉老夫人似的 不过那是以前现在我终于神经正常了 说着便对老夫人表示感谢 老夫人询问阿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阿英只是哭诉随之告诉老夫人 她所造的罪孽正在折磨着自己 老夫人便以为阿英所说的是当年偷走碧亚的罪孽 便告诉阿英现在你已经还回来了不存在罪孽 难道还有什么逼着更恶劣的事吗 然而阿英又哪里敢轻易告诉老夫人 碧亚不是她亲孙女的事情只是磕头赔罪 而老夫人也一脸心疼地回应道 我已经原谅了你 说着还劝阿英应该懂得宽恕自己 转身回来的老夫人依然难以置信地将阿英给自己磕头的事情告诉了吴太夫妇 并告诉吴太阿英说话很是奇怪 而且她心里肯定有什么难以释怀的事情 说着便询问一旁的碧亚知不知道阿英的心病是什么 碧亚慌张回应她不知道 而一旁的护士长则一眼便看出了碧亚的紧张不安 随后便故意询问碧亚有没有去看望奶妈 现在奶妈的情况比在医院好多了能吃能喝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估计再过不久就能完全康复了 听到此话的碧亚忽悠地慌了起来 紧接着碧亚就出现在了奶妈的房间 只是碧亚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被护士长看在眼 一脸惊恐的护士长怎么也没想到碧亚竟会如此恶毒 这时小方走了过来见状便询问发生了什么 在小方的再三追问下 护士长将自己看到的及怀疑的一切都告诉了 惊恐不已的小方当即跑到奶妈房间痛心询问 心经理突然意识到财阀父母可能已经知道了自己残害奶妈的事 而且此事瘫痪了三个月的奶妈好像也有了知觉 谁知就在这时碧亚出现了 看到奶妈似乎想要站起来 碧亚便决定帮帮她 于是她拿起了奶妈的胳膊 又好心帮她抬起了已经萎缩的大股 而此时的奶妈早已恐惧到了极点 或许今天就是自己的死期了 她惊恐地看着碧亚 碧亚则一脸阴险地询问你不是很厉害吗 就算躺得等死也能告诉别人我陷害你 那不如让我来帮帮你 帮你开口说话如何 碧亚转头看到了一旁的花瓶 于是便起身拿起花瓶重重地摔了下去 顺手拿起最锋利的那片 好在护士长及时出现 当即阻止碧亚的恶行护住奶妈 质问她为什么要伤害奶妈 却不想碧亚惊一脸地淡定 说自己这是在帮奶妈学说话 可以听到护士长要去告辅财阀 父母彻底慌了的碧亚竟想着除掉她 万幸的是护士长极力挣脱跑了出去 顶接着护士长便将碧亚伤害奶妈的事情 说了出来 碧亚极力狡辩自己没有 护士长则直接表示如果不相信 可以去奶妈房间看的究竟 吴泰当即拉着碧亚来到奶妈房间 看着一地的狼藉 以及受伤的奶妈熟是熟非心之肚明 而碧亚却抓着奶妈 不会说话极力狡辩斥责护士长污蔑自己 更是反过来说这一切都是布士长否为 说着还威胁父亲 今天必须赶走护士长 却不想 顾士长竟直接回应不用赶 她现在就辞职 随之告诉财阀夫妇 就她看来碧亚小姐 这根本就不是病而是她的本性 如果自己再继续待下去 可能小命都没了 吴泰夫妇见状急忙追着碧云 可不管他们说什么 护士长都铁了心要走保命要紧 而跟出来的碧亚 直接呵斥着要滚就赶紧滚 吴泰斥责碧亚没有礼貌 谁知碧亚竟开始蹬鼻子上脸 责骂起了父亲 母亲让她闭嘴 她竟回应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母亲好 因为那个女人早晚有一天 会成为父亲的小老妇 气得吴泰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吴泰直接走 表示一个闹着要自杀 得人是绝不会自杀的 得知碧亚伤害了奶妈 以及赶走的客户的阿英决定找碧亚 这次阿英并没有选择像以往那样动用 而是耐心劝导碧亚 希望她能够去医院接受治疗 而碧亚却迟意认为 无论自己怎样做都不会再有人爱自己 阿英则告诉碧亚 如果从此刻亲你能像妹妹舒雅那样 做个好人现在还不晚 大家都会喜欢你爱护你 然而让碧亚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唯一一次听尽劝谨的她过来给父亲 前心道歉时却引起了父亲的怀疑 直接质问碧亚是不是和阿英定下了 什么见不得人的约定 才会对阿英言听计从 而正是吴泰的这番之意 彻底让碧亚丧失了做善良之人的想法 于是她偷来了小帅的手枪 看这样子这是又在谋划着什么 就在这时小帅敲响了碧亚的房门 匆忙收起手枪的碧亚赶紧开灯开门 小帅告诉碧亚是小方阿姨 让我过来陪陪你的 她很担心 说着便要进屋却被碧亚担住 说她想去楼下花园走走 就在碧亚向小帅诉苦痛 赴吴泰夫妇不爱自己时 知道碧亚绅士的男人再次找上了门 可当小帅顺着碧亚所指的方向看去时 男人早跑没了瘾 转天男人便再次盯上了出门购物的碧亚 而碧亚也察觉到了被跟踪便质问她是谁 男人则直言不会地告诉碧亚 我是你的叔叔 也就是你亲生父亲唯一的弟弟 见男人不是什么擅长 碧亚便想 逃跑却还是给抓了回来 被恶狠狠扇了一截耳光 见碧亚不答应自己男人便威胁到 不想你的财阀 父母知道真相就乖乖地去给老子准备好送了 然而男人却忘了碧亚身上 那可是留着纯正的土匪血统 又岂能是一般人能威胁得了 新金女偷偷往妹妹的果汁中加了点东西 只为能霸占她的千亿身家 然后她不宜潜入水中假装溺水消失 引起岸上妹妹的注意 趁着男人前去找寻自己的见习 钱在水中的她悄悄游像快要晕倒的妹妹 一把将她拉入水中 原来就在昨天碧亚在被亲叔叔威胁勒索后 便决心是必要除掉这个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叔叔 于是便按照叔叔的要求带着五十万来到约定地 见侄女真的如约而至男人很是兴奋张口就要钱 碧亚顺手将一打纸币扔向空中 就在男人激动不已大把捡钱时 才发现此钱非比钱而是来自天地银行的铭币 气氛质问碧亚什么意思 碧亚则一脸淡定地回应道 都要死了的人了怎么能用活人的钱 男人当即嘲讽道难道你不也一样吗 骨子里留着的还不是土匪的血液 一听到自己的真实身份碧亚就情绪紧张 男人则趁机还手几把掌扇的碧亚鼻青脸肿 说着便拿出指甲刀让碧亚尝尝她的利力 却不想封替碧亚那也不简单一套男拳背腿下来轻松拿下亲叔叔 随之迅速捡起地上的手枪 如此一来威胁勒索自己的亲叔叔就此解决 殊不知内心高度紧张的碧亚一回到家中就出现了幻觉 看着叔叔和奶妈的可怕身影向自己袭来吓坏了的碧亚 赶紧拿过手枪对着抨击一阵反抗 冷静下来才知道是幻觉 心有疑虑的碧亚以为奶妈也死了便跑来看的究竟 见奶妈活好好的便开始斥骂她居然敢变成厉鬼来吓自己 既然你这么喜欢阴魂不散 那我现在就满足你让你彻底变成死鬼 说着便想把奶妈推下床浮活摔死 无奈自己力气实在太小压根就推不动 不死心的碧亚今晚势必要送走奶妈 却不想尽直接被奶妈反手拉住 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着实把碧亚吓坏了 坦叫声当即引起了小芳他们的注意 当他们感到时碧亚已经昏厥了过去 事后碧亚告诉小帅她在奶妈房间看到了 见碧亚总是疑神疑鬼情绪紧张 小芳便和吴泰协商决定带碧亚去寺庙度假去放松放松 起初吴泰并不同意 但架不住母亲的苦口婆心只好答应 紧接着碧亚便和小帅前来找寻舒雅 希望他们可以一同前往 却不想尽直接遭到了舒雅的拒绝 得知舒雅不愿前往小芳便决定亲自去 可当她离开以后转身回房的碧亚 竟直接拿出了手枪露出了一脸耐人寻味的表情 转天一早他们就顺利到达了寺庙 可一下车见小帅总是围着舒雅转碧亚就气氛不如 一回到房间碧亚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透明液体 于是便借着好心给舒雅加水的机会 趁机向舒雅杯中倒入了不明液体 紧接着便发声 视频开头一路碧亚故意假装溺水片走了小帅 随之游向药效发作处于昏厥状态的书音 听到落水声的无态他们帮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就在小帅回应碧亚不见时 碧亚瞬间从水中冒了出来吆喝到他在这里 而一旁的阿英则很是肯定地表示 刚刚自己明明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碧亚急忙表示那是自己在拍水说着便故意展示给大家看 可阿英却坚信是落水声突然想到舒雅当即意识到可能是舒雅出事了 赶紧冲到舒雅刚刚坐着的地方大声呼喊 殊不知此时的舒雅已经慢慢沉入水中 防恐不安的阿英向水中望去好像看到了舒雅的身影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 而此时的碧亚为了拖住 为而勇的小帅故意假装腿抽筋死拉着不放 好在有阿胖在让他赶紧去救舒雅这里则交给他 冲过来的小帅立即跳入河中 经过阿英和小帅在水底长达半个小时的找寻终于将舒雅救了上岸 但此时的舒雅似乎早已失去了意识 担心不已的小帅紧张地给舒雅做起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也不见舒雅有任何的反应 就在大家都以为舒雅可能不在了悲痛不已时 老天终于开眼强行让舒雅喷出一口河水 事后阿英询问舒雅到底发生了什么 舒雅只是唯应当时自己头很晕不小心摔了一脚 一旁的小帅对此狠是质疑完全不相信舒雅所说的 舒雅见状便故意支开 小帅 随之告诉阿英当时自己感觉好像是中了迷药 整个人都纷纷沉沉紧接着就被拉下了水 却不想小帅压根就没走开 他俩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这在吴泰怀疑舒雅落水绝不是意外时 小帅走了过来将自己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这也因此让吴泰更加坚定回去就带舒雅做鉴定的决心 一回到家毕雅就再次找上阿英 试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带走舒雅滚出自己的家 阿英则质问毕雅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迫害舒雅 毕雅则毫不顾忌地回应到凡是阻碍自己的人他都不会放 不仅是舒雅就连你阿英还有那个从不把自己当女儿的父亲都会一一解决掉 听到死话的阿英再也抑止 不住内心的愤怒直接一个大巴掌扇了过去 却不想早已黑化的毕雅为了继承千亿身价 竟毫不客气地教训起了养大自己的阿英 恰好这时舒雅走过 见毕雅竟如此大逆不道 舒雅再也不再选择容忍而是开始反击 舒雅恶狠狠地将毕雅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随之再次把她拉到阿英念前让她道歉 见毕雅依然不愿道歉直接一个甩手将毕雅扔下了楼梯 随手拿起了八百金木柜要继续教育 最终舒雅还是没能下得了 狠手只是哭肆地驱赶毕雅让她不远点 不要再来打扰自己和阿英的声 从此他们之间的姐妹情分断一绝 而毕雅还不知道的是 这边正给自己收拾房间的母亲突然在 床垫底下发现了当初她残害奶妈时顺来的手势 为了顺利继承千亿家产 贾千金竟将发现自己罪行的财法 母亲推下了楼梯 原来就在刚刚小芳无意间在毕雅床下发现了奶妈的手势 此刻她再也容忍不了 当即找到毕雅质问奶妈的手势为什么会在她那儿 而面对小芳无休止的质问 毕雅再也憋不住了 于是便发生了视频拍头的一面 直到晚上小帅下班回来 才发现羊母小芳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 当即抱起羊母准备送往医院好 但无态刚好下班回来匆忙掉头 眼见自己闯破的毕雅开始紧张了前 转身回到房间又看到了地上的血迹 更加害怕担心了钱 还忙跑回房间赶紧吃一把镇定要压压惊 随之缩成一团堵在转天醒来 但小芳告诉吴泰是毕雅将自己推下楼了 因为她发现了连日来发生的一连串的害人事件 都和毕雅脱不了关系 而听到此话的吴泰却很是淡定 因为在她心里早就知道了真相 吴泰告诉小芳自己刚从警局接受调查委 因而警方已经查到被枪杀在烂尾房的男人所中的子弹 是他所水枪支配备的子弹性号 而且事发现场有人看到了毕雅的身影 说着便告诉小芳警方准备去家中找寻毕雅接受调查 而此时的毕雅为了让知道自己身世秘密的阿英 永远闭嘴决定解决掉阿英 她拿出耗子要默默地倒进了米州 紧接着便来到了阿英这里 装出一副懊悔不已的样子对昨天对她不敬的事 向阿英道歉 请求阿英的原谅 并表示这周是自己特意为阿英准备的 阿英看了看毕雅手中的白粥粉是犹豫 看出阿英有所顾虑的毕雅便假装亲自吃给阿英看 这时阿英却拉住了毕雅表示自己相信着 于是便大口吃了起来吃了两口便吃出的味道不太对 担心被阿英察觉出来毕雅张急询问 阿英回应可能是自己这些天连日生病的原因嘴里总是横 说着便将粥放在了一边 起身拿来一封自己写给毕雅的书写 随之又大口吃了起来 就在毕雅询问阿英为什么要给她写信是阿英开始出现了 阿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养了二十几年的孩子真的会如此狠心 毕雅 毕雅在房间的毕雅无助地哭泣着 为了掩盖自己假千金的身份 她真的做了太多不该做的措施 但是已至此她已没了回头路 随之毕雅打开了阿英的心 这才得知阿英已经和苏雅决定今天就离开这里 以后绝不会再打扰她的生 而她绅士的秘密也将永远成为秘密 信的最后阿英再次劝诫毕雅做个好孩子 并告诉毕雅自己对她所复的一切都是因为太爱的 别别疼 别别疼 别疼 别别疼 见到警察的毕雅彻底慌了只好躲回房间 无态尝试着和毕雅沟通 无奈毕雅却无论如何都不愿开门 只好让警局人员亲自上楼提人 与此同时 舒雅终于放学会 看到躺地抽搐口吐白沫的阿英下不知所 小帅见状当即抱起阿英准备送往医院 而阿英却让小帅将自己放下 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 阿英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自食恶物 临死前阿英终于将舒雅 才是真正小姐的身份告诉了众人 直到此刻毕雅才意识到自己的罪行 阿英的离去让毕雅彻底绝望 于是她缓缓地举起手里的枪 就这样做了多端的毕雅 直到最后一刻才彻底否定 却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最后财阀家给毕雅和阿英举起了葬 而舒雅也终于认阻归宗 吴太和阿胖则选择出家为阿英和毕雅 祈福 最终舒雅也和小帅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阿英